而这一次的恒大的这个理念 就是说我们讲有理财的一部分的人 他的钱可能送不回来 还有呢就是等于是他确确实实是 我们大陆的人说的话叫六个钱包 共一个首付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两家的爹妈 然后小两口 两家爹妈 还有呢就是老人 是吧 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主生三代啊 来凑起自己的钱来 然后去交首付 然后把这些房子能够解决年轻人的这个住房 那么这种状况往往是低收入的人 越是收入低 他的住房的负担就越重 而这是恒大的这个就是暴雷 其实我觉得对于前面 大家就是刚才你们二位谈的这个大资本 他们无非就是多赚和少赚的问题 他不至于破产 而对于这个满足基本住房需求的人 他一辈子的心血 老人的所有机械都投到里边去了 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就等于是重新又因为恒大的暴雷 他们被剥夺了他们一生的这种血汗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底层的这个中国的民众来讲 还是非常的悲惨的 这是一种状况 第二种状况就是有些人就是他有了那个住房 但是老人们知道自己到了年老的时候养老 中国有了很沉重的负担就是老人的医疗问题 那么这个医疗有相当一批人他要靠自己支付各种这样的医药费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在医药这个问题上 他也是把国民的健康那个保健计划 他也是大部分 绝大部分推到了市场化 而医院里边又是拿这个医药来赚钱的 大家可能知道中国大陆的很多医院 你拿不到钱 你没有钱交过来 他就看着那个病人在这死了 他都不会救你 我们过去讲说那个医疗行业的最基本的一个道德就是救死执伤 实行人道主义的这个精神 但是中国的医院他不是 他是要赚钱的 他是要考虑成本的 所以呢他就说你没有钱 比如说甭想来就是说 活着从医院里走出去 宁可看着你死 医院都不会贴钱给你抢救你 那么因此很多老人呢 他就指望着自己能够把自己很可怜的一点积蓄 放到这个理财项目当中去 希望通过理财再获得一点收入 然后呢 但是自己到看病的时候 住院的时候 就晚年生活更有一点保障 但是这一次的很大爆雷 我看到的一些视频和一些国内的消息 就是说很多老人他把这个自己的钱 全投到这个理财当中去了 结果呢 他们是觉得恒大是中国房地产的龙头老大公司 所以呢 都是一向是相信很大 但是这次报呢 对这些老人也是非常的悲惨的 所以我们可以正想 其实总括说来 中国房地产业 尽管它确实有一部分是满足了人们的这个生活需求 但是在相当部分是属于资本和权力 共同割韭菜的一个一个行 就是怎么讲啊 一个一个圈套 或者讲一个陷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前几天 那个就潘石屹曾经有过一个话 他就说了中国这么多年了 就政府这么多年超印 超票 超印了那么多超票 但是他好像前些年在市场上你没有看到很大的波兰 就是他没有好做到 你超发的超票 比美国的那个要 美国大概是和他的那个GDP的总值 大概是相当于0.9还是0.6 而中国达到了两倍多 2.5倍 就是他超发的这个货币啊 但是他你没有看到他这个起过来 就是好像通货膨胀不是那么很明显 我曾经在2016年17年的时候 问过我们体制内的 就是中央政府系统里面内部搞经济研究的专家 我问过他们 我说为什么超发了这么多钱市场上 好像还没有被他通货膨胀冲击到什么程度 他当时想了一个 他跟我说了一条 他说有一个呢 就是无形当中的就是贪官的钱 不敢放到银行里去 因为他就把钱藏在自己家里面 你知道 我们都知道这次讲那个华融的那个老总 就是赖小明 从他们家里超出了17亿啊 17亿人民币 那么我们讲说这个贪官的那个钱 就是放在家里是现金 存放他又不敢拿到市场 他也不敢拿到那个就是银行 因此那个点超级能不能烧坏多少台 几十台几百台的点超级都能烧坏 那么这是一个途径 第二个途径是什么呢 潘石一说得很好 他说房价怎么能降得下来 房价要降下来 你就要看人民银行 就是看那个中央银行啊 就是人民银行 他那个你管不住银行 你就管不住房价 因为什么 他房价等于是个蓄水池 让人们拼着命的把自己一辈子的积蓄 扔到了房子里面 结果房地产业的包房价 变成了通货膨胀的蓄水池 你一暴力的所有这些化为乌有 所以我们讲实际上是房地产业资本 在那个时候和政府的权利共同的去 怎么讲去压榨了民众的血汗血 而这个部分呢 是大家往往不太容易看清楚的 认为好像仅仅是房地产公司他们故意高 就是高房价 包括政府故意抬高土地收入 因为中央政府把那个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拿走了 当时给地方让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土地 卖土地 就是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那么因此呢 土地财政养活了各个地方的地方政府 那么因此他就一定要把这个房价抬得高高的 抬高了房价 土地价格以及这些财政 实际上就是收割了 我共同的去压榨了中国的地球人口 所以我们讲到中国民众 为什么改革开放几十年经济发展这么快 大家看起来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 而中国地球民众的生活那么悲惨 我觉得这个东西并不是哪一个个人的问题 也不是哪个企业家个人的问题 说到底仍然是这个制度的问题 桑普律师 今年三月北京的中国人大为确保所谓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决定将香港选委会的1200个席位扩大到五个界别共1500人 未来将由这1500人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选人 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 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相关事宜 那么为什么人数扩大了300 观察人士却说这是更小圈子的选举呢 你的看法 对那现在的加了300人为什么说更小圈子呢 第一个这300个人基本上是第五界别新增的 那第五界别基本上呢是绝大部分是全国人大跟全国政协 还有些全国性中共所操控的全国性组织的香港的成员 那包括复联或者是那种归国的侨联清联清联等等 这些通通都是共产党员 换言之这个300个很关键都是中共所清点的党员 或者甚至是跟党附庸的一些人 这是毫无悬念一个都没有手 那在这个情况下 你刚刚讲到的关于选举行政长官候选人 立法会部分议员跟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 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 都需要五个界别各有一定的提名的人数 那这个第五界别等于有一个最后把关 他们不提名就没有办法让这个后任候选人取得入常券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事情是说 无论是这个往前 看看剩余那个原来的一千两百的人 有一个局的改变 就是很多的个人票变成了团体票 比方说法律界 那是三十期里面 以前都是个人票 每一个律师跟大律师都是一人一票去投票选举的 那当然是小圈子选举了 大概全部价钱一万多人 但现在没有 都是由组织票 组织是香港律师会 那还有一些跟那个律师有关的一些会议才能够做 所以基本上他是三十期选取的 因为就是用团体的方式 也是用当时莫索尼尼 法西斯的那个功能 组别跟团体票的方式 来断绝掉每个人的一个自己的声音 那另外一方面 除了这个选委会之外 提名之后 还需要进入到个资格审查委员会 那之后那个人真的去选 也要面对造作票的问题 那就算他胜选 也会有被DQ宣誓的危险 宣誓你才通过了 在在任期间也随时可以DQ 就是把你取消一起 所以基本上 整个制度已经改得完全铁桶江山一样 根本没有发挥作用 所以民主派的人 根本是不会去选这个局 因为觉得说这个局 根本没有选举 根本没有办法去让民意真正的反应 那你看到 这个为什么更小圈子 加着三百个人是关键 可以一票两票走绝 他们三百个人是党的直属的人 完全可以操控大局 所以这个情况你会发觉到完全操控 而且更重要 选委会是拓大了他的权能 刚刚以前的是选举行政 赏官后任人 但却没有那个提名立法会议员候选人 或者选举立法会部分议员的角色 现在把它扩张 等于说把民主的制度 一人一票的制度 把它纳入到这个选举委员会里面 是小圈子的选举 而决定部分人选 不但是一个倒退 而且是整个香港选举制度 彻底的毁灭 所以大家要注意 再问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第二大地产商恒大集团 可能违约的危机 已经扩展到了国际金融市场 引发了亚洲和美国股市 这个星期的暴跌 可是恒大董事长许家印 却以当然委员身份 进入香港选举委员会 这是怎么回事 你的看法 恒大的风暴 大家都深销沉上 这些讨论很多了 许家印是八月世界下的董事长 但是现在还是董事局的主席 尤其是中国恒大集团的董事局主席 还有实际的控制人 他在香港也有四只股票在上市 那恒大系 包括恒大汽车 中国恒大 恒腾网络 还有恒大的物业 那基本上都是 现在还在 但是当然他的股价 在9月20号有大卸 那跌幅超过10% 也是相当大一个跌幅 但无论如何 他还是一家 有四家公司 这个集团四家公司在上海上市 那可以说 中共现在还没有 把许家印完全把它打倒 当然未来怎么看 就要看中国怎么去处理 这个恒大的问题 包括是用万达模式 就是这个软着陆的模式 还是安邦模式 印着陆的模式 还是海航模式 不着陆的模式 来去处理 那如果用海航的模式的话 许家印终有一天 可能会被点出去 这个地方是绝对有可能 就像海航的乘风 跟慈航基金会一样 但无论如何 他还在 第一个 他只是在1500个选委 其中之一 那起不到关键性的作用 第二个 基本上是习近平 或者是中共 针对许家印 可能是通过这个 他们内部 在二十大之前 有可能有政治的斗争 那是不是要把这个白手套拔掉 但是拔掉之前 那不可能 在这么快 就彰显出 要拔掉白手套的一种讯息 给他的敌对的阵营 所以现在还留着 他还没有被打倒之前 还留着 但是我相信 如果一旦被打倒的话 也有可能 那被取消掉 这个选委会的职位 他就不能再成为选举委员 这个有一个资格审查委员会 甚至有一个DQ的制度 来面对 来驾驭着这一些选举委员 所以我觉得暂时 把它保留在那边 是一个权宜之计 不代表说 那中共一直义无反顾的支持许家印 因为毕竟许家印是个白手套 多于一个真正是中共的代表人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大喜过望 那么中国官媒新华社 以反中乱港者出局 是铁的底线为题 发表评论称 这次选举标志着 将落实爱国者治港 反中乱港者出局 迈出坚实一步 也为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 开启崭新的篇章 中国人那坚持的 所谓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与九七主权移交时 北京的一国两制的承诺 目前发生了哪些 值得关注的变化 你的看法 总体来说就是欺骗与那个亮剑的分别 就是你看到当时对于西藏或者图国当时所做的十七条的协议 相当于九七年的基本法 那后面五九年的镇压就相当于现在对香港的国安法的那个实施 所以我觉得时空虽然有不一样 实质的手段可能有些微的分别 但是基本的新法是一致的 分别是很重大的 那在一国九 1997年以后实施一国两制 基本上还维持着一个表面上 尊重这个公民权利 表面一定程度的公民权利 尤其是一定程度的法治的一个想法 而且各项的那个选举基本上有立法会的选举 虽然一起慢慢增量 但是基本上是没筛选的 都是给他们只有报名参选 而且都是给民主派存在 但现在呢就不给了 基本上是如果他认为你是一个民主派的人物 而且不够爱国 而这个爱国是跟爱党在一起的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就讲到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 那所以如果你不爱党 就变成不爱国 这个是前几年修宪所决定的 那这条路线一旦走下去 这个一国两制 就是等于说一党没有两制 最后结果导致说 香港的高度自治50年不变 港人之港自港 这个基本的原则完全被颠覆了 那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 中共却觉得香港人是完全没有办法被操控 他觉得流打不流人 甚至是觉得说 要把彻底收购的声音出来 所以他用爱国者治港 就等于说完全把香港 用中共的术语来讲是解放了 那这个解放就完全是等于置放 完全把香港视为中共的一个直接的管系 管辖区 不再是白区而是红区 自由人权法治完全凌落 教育完全改成爱国教育 那所有的公民团体都没有办法存在 你从之前会教学季学 一直到那个最近你看到石墙花 甚至是那个其他 比方中国维权律师关注者 都没有办法继续的存在 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完全对香港的公民社会 一个摧毁性的毁灭性的打击 那你看到苹果日报 黎智英 四十七人案 十人案 都是对于一个头面人物的一些民主人士 大抓捕 大拒禁 这个是非常惨无人道 所以这个看得到 这个是人权 法治的完全的极灭 那也是可以彰显出 中共现在是重演 他露出他真实的面目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情况 我觉得短期内也很难扭转 这是香港的对哀 也是世界的对哀 那么香港最大的工会联合组织 成立超过三十年的香港职工会联盟 于9月19号宣布启动解散程序 并将在10月3号举行特别会员大会表决 职工盟表示 随着香港最大教师工会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 以及曾组织过多场大型游行集会的 民间人权阵线解散 他们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 职工盟召开记者会的前夕 曾表示 没有打算解散职工盟的盟照达 在脸书上宣布 自己已离开香港 并于9月18号正式辞任总干事 香港职工会联盟于9月19号宣布启动解散程序 以及总干事蒙到达辞职 你的看法 这个是对香港公运的打击 也是对香港公民社会 公民团体的一个重要的打击 香港的民间团体有很多 你从教师协会到支点会 你会看到比如说民政 民间人权阵线 那还有看到就班游行的民政 还有那个包括石墙花 还有那个其他记者协会 借人受到供给 那职工盟这个地方第一次遭受到 类似 一次是红色的黑帮势力所骚扰 说会对他们个人跟家人不利 第二个是逼迫他们要离开香港 比方说盟照达 他要当爸爸 他也是爸爸 也是一个职工盟的主要成员 他要二则其一 当然要顾全他的家庭 这是完全能理解 所以离开香港保全家庭是第一位 那同时你看到 职工盟被打压到要完全要解散 这是一个悲哀 你看到创立了这么多年的一个职工盟 也需要结束 你就知道是很难 后续有很多的工会 这个只是一个开始 那你看到比方说 医管局员工阵线 这个是一个医生的一个单位 医生的一个工会 甚至你看到社工 也会有自己的工会 你看得到比方说 大律师工会 也是Barrister 就是他们那个诉讼的律师 也有他们的工会 那他们一个一个会不会被恐吓 恫吓到他们必须要逃亡 解散的情况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探究的问题 职工盟 一直以来 是一个左派 或者说一个比较着重工运的一个团体 那工人运动在香港来讲 也是在97年前 有所谓的共产党系统的工会 也有国民党系统的工会 但是在1990年成立的职工盟 是独立工会 它是香港人正式的工会 那这个地方 它扩展的成员也不少 那横跨不同的行业 那现在要解散 等于很多工人的一些倡议 一些比方说集体谈判群的倡议 是无以为继 也是没有个声音可以给他们发声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我相信 未来的情况 这个打压会越来越烈 而且看得到 他们要退 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因为我常常觉得说 与其这样子飞蛾扑火 不如不要死 好好活 准备好 等运到 等运气来到 那现在这一个逆风非常厉害 怒火 中烧 那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公民团体 民间团体 这样扑火 这个地方也不会有任何的好处 反而是增加很多在监狱里面的挠友 那不如我们在监狼里外面求友 就求尽的朋友外面 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发挥 香港的可以藏于酒地之下 可以用绵力 而且低调务实的方式 继续温存这个真善美的生活 那在海外的 那也继续展开各种的 那个培养 赔力的运动 那我觉得说这个情况 才能够准备好自己 沉寂待变 以后才有生存的空间 希望大家加油 好的 谢谢你 桑普律师 谢谢 以上是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 独立视频人桑普律师 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各位听众 2021年夏末秋初 中国房地产业第二大企业 恒大集团的巨额债务危机 不仅牵动着中国机构债权人 尤其是个体债权人的神经 而且也吸引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广泛关注 如果说很多海外金融界分析人士 都认为恒大破产 不至于成为2008年 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 中国版雷曼时刻的话 如何防止恒大1.97万亿元的巨额负债 在中国引发金融社会乃至政治危机 中国政府似乎也进退两难 恒大地产1996年在深圳起家 在中国房地产市场 巨大的刚性需求推动下迅速庄大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际 恒大在香港挂牌上市 2017年创始人许家印 以453亿美元的身价成为亚洲首付 但2018年中国中央银行将不断向其他行业扩张的 恒大列入了过度负债的风险企业名单 2021年中央意志房企融资的三条红线正式执行 此前总能找到资金的恒大融资受阻 大学教授张伦先生 张伦先生认为恒大危机的出现有其结构性的因素 眼前的危机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必然出现的情形 恒大的这个事情从整体来看 这个事情出现现在绝不是偶然 它是有些结构性的因素 之所以这么说 其实不是一个恒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先要去看国内那些重量级的房地产企业 相当一部分 包括碧桂园 包括绿地什么 都开始出现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下一步会不会有其他的重量级的房企发生恒大类似的这种危机 我个人看觉得是非常有看到的 它是一个一个结构性的 这个这个一个阶段就是历史发展 这个经济发展的阶段到了一时时期 所带有一些必然性的东西 如果我们回头来看整个中国的这几十年的发展 这个房地产业扮演的其实非常关键的角色 即使到最近这一两年 中国的房地产 尽管中央不断的出行政策 从各种各样的 比如三条红线等等 这个要去杠杆 这个减少债务 要控制所谓住房 这个房子住的 不是炒的等等这些话 但是尽管这样 你可以看中国的房地产的数据 就是它仍然在中国的经济战比当中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直接贡献大概就 百分之十三四四的样子 你加上如果上游产业各种各样的控制 这个贡献 它可能会达到百分之十六十七 十八个左右这样子 如果你再加上其他的土地购置费 这个等等各方面的房地产 这种这个整体的对中国经济贡献 你可能会达到对中国的经济的贡献 将近百分之二十五六 就是这四分之一的状态 中国政府的相当相当一部分的收入 地方政府中央政府 百分之三十十以上 都跟中国的房地产有关 特别是地方政府 所以这样一个产业结构 如果房地产出了问题 它对中国的整个的 这个经济的这个冲击相当大的 但是这个为什么现在它又不可能不出问题呢 其实这个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我们不去重新任何细节的分析 只有一点 你就看中国的人口现在下降的趋势 房子太贵 没人买 买不起呢 就不想生孩子 那孩子越少 房地产越成问题 而且这个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呢 中国的这个人均住房 其实已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同时呢 中国的这个收入结构呢 又是非常不合理的啊 许多就去年 李克强总理不说了吗 中国这个人均数 一千块的 还有六七亿啊 所以造成了环境产业结构 更能扭取啊 投资结构的不健全等等 这个投资上啊 一直是中国 这都是息息相扣的啊 中国的投资 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的 最重要的三驾马车之一 那这个投资 你可以发现相当一段时间呢 中国的这个房地产方面的投资 大概有30 甚至到50左右的这个投资 都跟房地产有关 所以这样一个结构 是完全不合理的啊 然后你的问题是这样 中国有产业限制啊 居民没有正常的投资渠道 通过膨胀 许多人因为养老啊 教育各方面需要 又必须要资产增值 那股市又黑幕太多啊 又不振啊 入不敷出 那怎么办呢 就只好把这个这个这个 因为有产的限制 就只好把资产投到这个房地产去 这个拉高了房价 这房价一拉高呢 这让许多的购买者呢 又自我论账 说这个就该去买房子 买房保持 那官方要经济增长呢 又必须明知房产有危险 又必须呢 就维持房产的增长 所以你可以看到官方 这些年就是这样啊 一会儿控制 一会儿放 一会儿欠购 一会儿开放 所以呢 就是以下希望 以时间换空间的 让这样一个大 在我骗局性的泡沫 经济的格局呢 慢慢消化下去 而中国人75%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财 财富都跟房产有关 所以这样一个问题 它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它是有这个政治问题 因此呢 我认为呢 这次呢 不管怎么样啊 中国政府呢 会最后呢 会想方设法呢 这个让这个危机过去 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 几大银行 尽管损失惨重 也会让这次恒大的危机 像海航一样 有个平安着地 但是中国的经济本身 这个结构 就不见钱 不认为 这个巨大的泡沫 这个财富疯狂性的增长 并在有些病态的心理 这个包括这个权费结构 所以这样一个财富掠夺 疯狂的扩张 病态的心理 包括普通人 好多人 对这种财富的那种渴望啊 那种中国故事 那种盲目的骄傲 就就到了这样一个局面 那么这些问题 将来它里边的投入的资金 投入的各种各样的那种 那完全是一个泡沫性的状态啊 所以这一点呢 中国政府也清楚 那这些年呢 就希望呢 改变这种方式 看看能不能把它拉到啊 这个用新兴的经济产业结构 用这种新经济啊 用这种高科技经济等等这方面呢 啊 来这个替换 这样一个发展模式 这样一个巨大的这种跳跃 这个船难掉头啊 但是现在这个掉头 就是必然要做了 不得不做了 那这国当中 就冲着很多的巨大的风险 那像恒大这种事情 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出现 中国这个大船 能不能掉成 那还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对那你觉得就是中国政府 他是想有意撤破 现在这个泡沫 他出这个三条红线的时候 他是想避免这个危机 结果最后导致了这个恒大现在激临破产 他是像希望这个泡沫呢 这个一点点瘪下去啊 搓下去啊 把这个泡沫一点点一点点给消除掉 用时间来这个来换 但是因为这个这个东西牵扯到整个结构性的 这是中国经济的悖论 他非常强的这种政府的介入性 那政府介入性里面造成的各种各样的扭取因素 就极其庞大 他本可以用呢 比如说让市场调整 现场的市场经济 如果市场也可能会失灵 那么然后政府呢会出来出面来 但是中国现在本身政府就在里面的一个介入很深 所以他出来政策的时候呢 他搞不好就会打击到整体结构性的因素 他不是一个两个企业的事情 这就是中国他这个模式呢 中国政府处理这个问题是他的强势 现在可能也是他的负面的一些问题 他一旦政策下来 他就很可能打击到整个整个的这种结构性的 这种普遍性的一个一个产业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是就是非常麻烦 中国政府呢最近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 引起包括这个海外的这个企业 对中国企业形势经济发展的一些忧虑 先是收紧了对这个科技企业 尤其是龙头科技企业的一些措施 然后又取消什么补课补习班了 又出什么共同复约了 等一些这些政策 从整体上看 他针对的领域来看 彼此不相关 但是这些措施 他背后的逻辑是不是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基本上我想中国政府啊 这个习啊 现在的考虑的这个这个方式呢 就是这个中国这个积攒下来的危机性因素太多 那么现在呢 他希望呢 控制一下这边这个私有资产的这种增长啊 特别是这种大的这种企业 这个就不仅仅是这一个啊 这个房地产的 也不仅仅是像这种阿里巴巴等等这些信息巨头啊 包括教育啊等等 你可以看到后面他的这种这种结构呢 他希望处理一些结构性的东西 然后让这个结构呢 更加合理一些 然后像高科技的产业为主的方式 创造内需啊 就是人们更多的消费啊 这方面呢 增长 所以他所有背后这些东西呢 都有这个一些考虑在里面啊 让这个收益更平等一些等等啊 但是他缺乏整个的基本的 制度的架构啊 就是说尊重产权啊 看着法律的方式 合理的啊 这个处理各种各样的 不恰当的这种企业啊 这个政策等等啊 这个发展的问题 他完全是通过权力的杠杆 来处理一切问题 所以这里边的风险 就很大的问题在哪 就是说他现在提倡共同富裕 那么他建筑就要打击这些 重要的这种企业家 当然这些资本这些年的过度的扩张 带来的许多问题 财富的这种不均等等的 是需要调整的 这个是毫无意义的 包括对大企业 你要怎么样进行 适当的反垄断的控制 这都是可以讨论的 也有他的一些合理性的 但是另一方面 你这样不封青红皂白的 用权力的方式 今天是做上宾 第二天我就把你一个指令啊 甚至通过什么纪委之类的东西 就管起经济来了 这种命令经济 计划经济 这种方式 它是一定会伤及到 中国的财富的创造 一把企业家都打垮了 那一天呢 中国不会得到共同的富裕 是很可能就是共同的贫困 所以这个中国的事情要走到一步 就是凯撒都归凯撒 上帝都归上帝 中国要完成一些 政治方面的一些调整 就是说政府的参与经济 管理经济的方式 也要进行现代化这种管理 这个用法律的方式 用适当的政策 尊重产权的方式 尊重每个人的产权 同时尊重企业家产权 该控制的控制 然后该尊重的控制 这个方式才行 那过去这些年呢 由于这种 一方面是野生的放养 当然一方面 有一些自由的空间 造成了一些企业的这种 积蓄的增长 但这个当中呢 也有跟官方的一些人的这种权贵的这种 这种结盟 所以造成一些企业的完全不可思议的这种发展 比如说我们讲的海航 恒大的这个里面也一定是有这种东西的 那我们见到海航 十年八年能够就篡到那么样的庞大的 你也不知道他的产业到底是什么 什么样的道理 让他成为这样的 那背后当然是有权力 有各种这样的 侨权交易在支撑的 通过国家的渠道各种支撑 那反过来之后呢 伟大不掉 出了很多问题 让国家造成损失 让社会 让普通的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时候 为了政治稳定 他又不得不回过头来杀这些企业 所以这个悖论 是现在的中国的这种政治结构 是没解到 必须要这种结构呢 要加以调整 中国的经济可能才走向正常 从近年来的这个发展来看 这个政治对于政策 对于对市场的这个干预 实际上是属于越来越多的这个趋势 而不是越来越少的这个形势 现在面对危机 你觉得政府有可能在从这个角度去改变吗 不会的 政策的介入 恐怕是今后一段时期的一个基本趋势 这个趋势呢 也一定会伤及中国的经济发展 也许呢 我们现在可以期望 他在政策性的处理 比如说恒大危机来了 我现在当然得动用国家所有的一切的力量 来把这个这个结构性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呢 暂时的把它平稳住 就不要引发整个的经济的这种崩盘 和社会的这种动荡 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事情呢 不解决根本问题 根本上的这个病呢 该开刀的你得开刀 该切除的切除 该用大的这种化疗 你得化疗 你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 这一点上呢 我们看不到中国政府显示出这方面的姿态 更多呢 是用这种茅式的时代 这种一些方式 用权力的东西 一形态的东西 来应对现在的这套危机 这种方式呢 它也可能会埋下更多的危机 我们只能希望 中共的领导人呢 有一些前瞻性 能够从根本的结构性上 但是以中国现在的政治这种状态 以习所展示的这种 茅式的管理中国方式这种思想 我现在不敢乐观 对于听众 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法国塞尔齐彭德瓦兹大学教授张伦先生的采访 谈恒大集团债务危机形成的政策背景 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由此反映出的问题 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 感谢日立的技术合作 感谢您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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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认为恒大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雷曼兄弟 其实如果按照雷曼公司当时能够报的标准 中国已经报八百次都不值 因为他中国整个他的这个整个GDP的发展都处于这样一个模式 就是一种庞氏借债 什么意思呢 我过度借债 然后呢过度投资 然后呢保持这个房价不断的上涨 就像一个庞氏骗局 整个集体的庞氏骗局一样 所以呢 报告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呢 之所以现在恒大 恒大其实不止一刻了 说我不行了 他这句话实际上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太出格了 他每次他最后还不了债 他就跟政府谈谈 你叫多给我借给我钱 但是呢借不到钱的时候 地方政府弄不到了时候 达不到目的 他就把他抱出来 给亮过来说我不行了 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反过来向政府逼宫 让政府这边的高位级的政府 这样给他往上走 能给他下了一个命令 再给他点钱 为了维持稳定 他基本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次也是一样 因为你甭管他漫不漫延 你的问题是要一个一个解决 首先这个恒大怎么办 这个现在是个最关键问题 那么恒大怎么办呢 其实没办法 他还得动用那种 我们的称为啊 就是政府干预的 叫做债务再分配 也就是把这个恒大现在的债务啊 给分散到银行啊 投资人啊 物业业主啊 以及中国整个纳税人的收入中间 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样换到维持一个社会稳定 所以恒大成不成为中国雷曼兄弟 所以关键说政府怎么看待这个就是这件事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当然恒大他的他涉及的范围和他的模式要比雷曼广得多 雷曼只是涉及到几个关键公司 最多是一个行业的一部分给爆掉了 那他就把经济危机消化掉 那这个行业的部分的这个破产公司的投资人和他们的那个债务人 那就损失很大 但整个社会呢 他会慢慢的恢复 但中国不一样 中国他涉及的不是恒大一家 甚至不仅是这个房地产一家 刚才我说的这种这种庞氏的整个的经济模式 实际是整个全社会已经使用了至少的过去20年代使用 所以说现在关键看政府什么 那么也是在这个9月14号也就是星期二吧 据这个多家的这个媒体报道呢 恒大他在星期二发布的这个公告称呢 已经聘请了两家债务重组专家 来在公司的这个资本结构和流动性进行这个分析 有可能呢 就是朝着这个债务重组的这个方向迈进 就想请教您 债务重组意味着什么 那对债权人有什么影响 这个现在目前对于债权人来说呢 他所谓重组这个东西啊 基本上就是就是 就是讲债权人的损失最小化 或者是呢 给这个 他的投资一个二次机会让他东山再起 比如说你像那个2008年雷曼兄弟 他这个就是次贷危机中间呢 那么就是有两个典型的公司 一个是AIG 就是那个友邦保险 这个美国政府采取 因为它比较大 它也形成可能也是对社会 产生太大的影响 所以美国政府采取的措施 就是就 我就金融来说 那么对雷曼公司呢 就是放弃 那放弃的话呢 你再重组也没用 那个就整个就是破产了 你就等于说 你的这个投资 就是肉包杂钩有去无回了 那实际上就说 即使在西方来讲 它的债务重组 它本身它就是一个 有一定的限度 它就不是说万能的 另外当然雷曼公兄弟呢 当时也是这个资产结构 正加高高 那到今天其实恒大 它比那种 如果你看那个 我就看那个 纽约时报上 他当时他引用了一个叫做 他叫Ender Panthers Investors 他这个公司CEO叫Jennifer James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公司在指 他说是恒大呀 在纸面上负债这么多 是说不通的 是不正常的 是 他如果按西方的标准去看的话 恒大 他现在 等于说 比他现在的这个 糟糕程度 小100倍 已经都是 beyond restructuring 就是他已经是 没办法重组的 现在这样 根本就拿西方标准 他重组什么呀 另外一个什么东山在一起 中国房地产政模式 已经如此 这种庞氏骗局 已经到了几十年了 所以他 他已经很难维持 那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重组的概念呢 无非 那就是 就是政府召见 比如说 举个例子 他现在 他干的房地产 干这种事 他收了人三分之一的定金 收完钱以后 他也没办法开工 因为他债务太多 他收了钱不够添债务的 如果你把别人三分之一钱都拿来 而且这些房地产的这些物业业主们 基本都是从银行贷款 而且他购房这种贷款比例 远超于他的合理比例 那这种情况下 那就可能隐犯社会问题 那怎么办呢 他的主要债权人 背后还是国有的 这个国有金融机构 那么这样的话 他们会拿这个钱来 说 好 我再继续给你拿钱 让你把这房子完工 然后呢 让这些那个业主们能够入住 这样来解决社会问题 这个是他一个真正的东西 什么重组不重组的 最关键的概念在于说 他能不能从国家拿出钱来 然后呢 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嗯 许多分析师就认为 恒大重组债务的同时呢 可能面临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拆分 以确保这个软着陆 不会导致中国膨胀的这个房地产轻负 那路透社在星期二也报道 恒大地产表示 正在跟潜在的投资者洽谈出售部分资产的失疑 那您认为恒大存在被政府拆分的可能性吗 如果有投资者谁愿意接恒大这个盘呢 我倒着答吧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愿意接盘的肯定是政府逼的 或者本身就是政府的就是政府接盘 嗯 所以呢 这个因为这种烂企业 就包括有一个算一个中国现在能够活下来的房地产企业 基本上你要按照这个市场经济的标准 没有可能有谁愿意接盘的 嗯 除非他看重的也是他的政府背景 能从政府这继续捞 对吧 那所以拿西方的这个模式来看呢 我觉得他现在政府很 当然他会用西方那种重组的概念 用他的程序 甚至用重组的语言 用重组的工作流程来把它做了 那他做的事情可能 刚才回到你前面那个问题就是说 他有没有可能被拆分 太有可能了 因为呢 呃 他有两个方 呃 两个 两个 两个就是说好处嘛 哈 你第一个呢 就是 最终你 你 恒大现在面临的问题 就是说收了人家钱了 那么你不给人 呃 完不成项目 完不成这个 呃 这个房地产的建设 那最后呢 造成有种社会问题 呃 社会问题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 呃 其实解决方法也非常简单粗暴 就提供资本 让他完工 入住社会稳定 就这么回事 那这种情况下呢 他如果说 我把你进行拆分一好 重组了 我用这种 这种形式 用这种 这种工作流程 然后完成了 刚才我说的这种 简单粗暴的目的 这个过程 那就完事了 而同时啊 现在整个 你要是看整个 中国全体 整个这个经济结构 习近平呢 他 从他这个权力稳定以后 一直推进 就是国进民退 就是增加政府的控制 他这样的话呢 就是非国企类的 是栖心栗意 这是他的一个根本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呢 也 恒大的爆雷 可能也是他的一个机会 所以政府何乐而不为呢 应该说 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 有这个统计数据显示 恒大集团 他的直接雇员 有近20万人 和恒大相关的这个雇员呢 也至少有380万人 那恒大如果破产的话 他会造成这个大规模的 这个失业问题 而这个跟恒大相关的 这个成百上千的企业 也会因为这个资金链断裂 而倒闭 所以就有分析人士认为 跟这个金融风险相比 那恒大如果破产 可能产生的这个社会风险 会更大 您认为呢 肯定的 其实从中国政府来讲啊 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对他们是大罪 他们根本不用考虑了 你看 索罗斯当时在1998年 进攻整个香港 那么怎么样 中国政府就是直接去一反击 就把那个索罗斯给打个头破血流 所以为什么索罗斯到今天 就被分中国政府 他把东南亚得手了 但是在香港去杀鱼而归 就是因为中国政府 他金融风险 而且他现在为了 当时朱镕基这个事成功以后 就等于说给中国金融界呢 立下了一个 一个不能破的一个老规律 就是什么呢 就是人民币绝对不能开放 人民币只要不开放 那么央行就有完全的控制 他有完全的控制 金融风险就不算回事 你包括甚至包括 你看那个去年 香港这个 就是出现的这个抗争 2018年开始 出现的那种抗争 所以对香港社会影响 震斗很大 对外界对香港 信心影响很大 可是呢 当时就是美国这边 有一个那个 做那个对冲基金 叫凯尔巴斯 他就拿出那个 1亿美元来去赌去 说赌这个香港 跟美元挂钩的汇率 会撑不住 但是香港到现在为止 什么事没有 他自己的 他扔进好像三千万 就是损失了三千万 这个就是说 金融地露风险 对中国政府不是回事 他怕的是什么呢 他怕的是 这个社会风险 这个社会风险呢 就是刚才我说 他怎么办呢 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就是刚才我说 叫做债务再分配 怎么叫债务再分配呢 他首先逼着各方面 债券人的业主啊 利益相关人啊 等等的 那么你 你接受一个 接受一个就在你 可能是不报之前 你能接受了一个 最坏的可能性 最大利用 这种损失 你能够承受得起的 最大损失 然后呢 如果还不行 那当然肯定是不行 肯定不够的 怎么办呢 那银行在通过银行 再输血 再给你新的新的债务 这个用新债还旧债 然后呢 把你的这个 比如说 维持你 这个就业的 比如说你300 直接就业20万 间接就业380万人 那我可能呢 这边我基本维持住 或者是 尽可能多的维持住 这种就业 然后维持它 重组 不破产 但实际就是银行天心债 就是就是最后呢 实际还是用这种老的方式来解决 这没有第二条路 直到什么时候报的为止 感谢独立政经分析人士张询先生 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再见 再见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中国房地产业正在步入严冬 国家严密监控之下 当局呢 对楼市执行双向调控 各地出现房价限涨与限跌并存的怪现象 背离市场机制的恶果正在逐步显现 房屋销售急剧萎缩 房地产公司大批倒闭 今年到九月份以来 已经有274家房地产公司发布破产文书 平均每天一家 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品牌企业 恒大集团深陷债务危机 目前呢 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 中国当局正在救与不救之间 犹豫彷徨 舆论分析 恒大有可能呢 成为引爆中国经济和金融危机的一颗炸雷 那么为什么许家印 潘石屹等房地产大亨 声不逢时 行政严控和监管 是不是遏制楼市无序扩张的零丹妙药 房地产业危机的外溢效应 会不会成为压倒中国经济的一根稻草呢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 县长县跌贝离市场 恒大爆雷 预示什么警讯 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 夏教授您好 也主持人好 陈教授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 维吉尼亚州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 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夏教授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品牌公司 这个恒大地产的这个困境 据最新报道呢 这个恒大总部已经遭到抗议民众的冲击和围堵 恒大近两万亿人民币的债务 两百多万户的七房三百多万人的饭碗一百多家金融机构的这个债权 这个是这个确实是不可小视 这个中国当局现在呢正在为救与不救恒大而伤透脑筋 我首先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陈昭辉教授啊 恒大的困境是如何形成的 是公司自身经营的失败 还是与整个中国房地产的大环境有关系 这个呢都有 主要呢还是大环境的情况 所谓大环境呢 实际上呢主要是政策的调控 就是恒大的所谓就是 这叫做成也萧合败也萧合 就是成也政府败也政府 当年恒大就是发展的 风风火火的时候 它确实是用利用了高杠杆 而且是非常就是非常那个就是不供风险的这种发展 在在当年就是房地产市场就是受到政府支持的时候呢 它确实是压倒压重了 所以说它呢就成为迅速的发展 成为了就是最好的企业 就是最大的企业 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但是现在的风向变了 风向变了是什么呢 就是说是现在就是要控制了 这个房地产的发展 所谓的是房住不炒 要控制这个房地产公司的发展 特别是三道横线 就是最近那个政府发出来的 就是如果说是你的那个杠杆率超到 主要就是杠杆率了 你在杠杆率如果超到一定限制的话 一定一定过程的环境 政府就不会给你给你进行就是贷款了 不能再在那个给你贷款发展 对于恒大这种公司的话 它一贯是通过高干涨率高风险的这种增长的 就是它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同时的话恒大政府有 恒大有一个最大的那个特点吧 就是它呢都是集中在小城市 三四线城市 而不是在在一二线城市 所以说的话 它的受的影响很大 因为一旦就是说国家的县长 就是有县县长令或者什么样 对房地产公司进行打压的话 它的这些资产就变现就很 它迈出去就很难 所以说的话呢 就是这是它自己的那个政策 就是它的发展方向的错误吧 可以这么说 所以说的话呢 导致了它就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 那么陈教授我再请问一句 您怎么看啊 总体上来看 您怎么看恒大的这个生存机遇 它还有存活下来的可能吗 呃 现在这个情况下来 首先就是说就是恒大 它去年已经死过一回了 就是它当时已经是没办法付 一个战略投资人的那个 那个金和利息 它就没办法支付了 所以说网上呢 就流传了一个 就是所谓的叫 撕给你看 一个恒大的声明 它就说是 你要是不救我呢 那我们这个 这个 啊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OK 然后到了后来 它恒大最后也否认了 但是的话呢 广东省政府呢 当时也就救过它了 所以说它已经玩过一回了 这一回的话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 你越到了这个靠近破产的时候呢 就像个黑洞一样的 越靠近黑洞呢 你这个到黑洞的速度就越快 所以说到现在目前这个地步的话 呃 要救它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嗯 OK 如果说政府想救它的话呢 它已经 它应该找到手 现在的话 按照现在这个情况看呢 我觉得这个政府进军 它是不就不会救它了 如果政府一旦不就的话 它这种被破产重组的可能性 应该是非常大 恒大 威仪 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啊 说如果没有下面两种情况出现 恒大也许还会继续生存 哪两种情况呢 一是中国监管机构 正在打击房地产开发商 不计后果的借贷习惯 二是中国房地产市场 正在急剧放缓 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出现了拐点信号 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的夏明教授 您如何判断恒大在中国新的经济环境中的存活几率 中国政府为什么现在它在旧与不就之间犹豫徨 是任何的房地产呢 那么它的主要的价值其实是来自于这个社会价值 也就是说任何一张房子 它是坐落在上海或者是纽约 或者坐落在沙漠了 那么同样一张房子 它的这个价值会有千差万别 所以它是一种社会因素和政治环境来决定的 那么中国现在发生很多的政治变化 就像刚才陈教授也讲到的 那么无论是政策变化 调控的变化 那么当然中国政府现在调控 其实是主动的那个戳破这个房地产的泡沫 因为毕竟中国的房地产的泡沫了 如果政府不去有管控的去戳破它的话 它还是最后会爆雷 那么只是爆雷的话 无需的撕裂了 可能中国政府更难以就是管控 那么现在的话 你可以看到对恒大 那么中国政府出现的这么一个态度 现在我们也已经看到了 那么维稳那个防暴警察了 那么已经入场了 那么今天看到这家媒体 那么所以老百姓的这种抗议 这种社会群体训的所谓的运动 那么中国政府肯定是要收拾的 那么问题是就在于 到底中国政府是在如何考量 最后中国政府会不会就说 因为恒大是太大了 不能让它倒出 那么会出手 那么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就是中国政府目前的犹豫 那么是想在这个手术过程中 怎么样让它自己政府的利益最大化 那么政府的利益最大化 主要有两个因素在它的考虑 那么一个就是说 它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习近平经常提到的 就是所谓的危机的这个叠加 这个叠击危加的出现 那么如果恒大 那么既以前的我们看到这个万达了 那么已经相继的开始出现 那个崩溃以后了 那么会不会引起这个连锁反应 那么这种连锁反应呢 会不会导致中国的金融的安全 而金融的安全呢 又会不会导致中国的政体的安全 那么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以后了 它其实在经济上呢 是没有任何的就是亮点的 从2015年的那个这个金融 那个就是那个股市的崩盘到今天呢 那你看到它踏进了一个又一个地雷 那么所以呢 对习近平来说 他要保护他的政权 他现在自己那个兜底的能力 他自己政权的国家兜底能力 国家信誉度已经积极可为了 所以我相信呢 他不会冒他国家的兜底的这个就是风险呢 那么为那个恒大呢 那么去了一个那个参台 那么另外一个 我想指出一个比较具体的 最近呢 西方国家呢 刚出了一本书 那么就是由段毅宏呢 他的丈夫 就是那个沈栋呢 那么写了一本书叫红色轮堵盘 那么在这里边 里边你可以看到 报了很多关于恒大 那么恒大的老板 那么他的那个问题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他怎么样 通过大量的这个 收费 行贿了 那么这样就是 完全就是胆子有多大 那么就可以做多大的生意 然后刚才讲到这个高的杠杆 那么其中他讲这三个东西了 我相信习近平 那个看到的一定会是火冒三丈的 一个他们在法国品酒 那么一个品酒 从1900年平到1990年 光是酒钱就是十万多美元 那么一个呢 他是买那个就是一个戒指 说要给是段毅宏买一个戒指 说我送给你个100美元的 那么一个戒指等等 那么另外的话 他要买个船 说是1亿美元的 那么一个豪船 他说要在中国的公海这边呢 那么去建立这种 那个就是他们的富甲俱乐部 这样的话呢 可以免受中国的这种反腐的这种监管等等 那你可以看到了 其实习家印呢 他跟习近平呢 他的发起回道是不一样 跟习近平的派系 习近平的太子党呢 也是那个相差甚远 所以我认为习近平恐怕呢 现在乐于把他了给一次搞掉了 我觉得恐怕对习近平的派系 甚至来说也是一个得分 好的 那么看来两位专家都同意 就是恒大目前的困境 与当前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这个大环境 是离不开的 是有是有关系 那么我们就来检视一下 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 许多观察人士呢 都用房屋销售急剧萎缩 房地产公司大提倒闭 楼市繁荣出现拐点迹象来形容 我来请教陈教授 您怎么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乱象 为什么繁荣了近三十年的房地产市场 突然变冷 主要原因是什么 首先呢 这个繁荣 就是我们要稍微就是解释一下 这个繁荣是怎么造成的 这个繁荣的话 就是以前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就是要以GDP增长挂算 这个目标 以经济增长为最重要的目标 来制定国策 这个大政治环境 大环境想产生的 然后呢 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就是发展不同的经济发展 然后视之不爽的 能够就是长时间导致GDP高速增长的 就是这个房地产行业 在各种情况下 股灾以后也形式 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 也是这样 钱都拥到了这个房地产 进行大量的 大量的开发 所以说这个繁荣呢 实际上呢 这个也就是个泡沫了 就跟刚才夏德州说的 然后去年的话 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的话 有一篇文章就说了 通过他的计算 实际上中国的房地产 就是居民住宅的房地产 已经是美国的两倍 在去年的时候 所以说的话 这个造成了大量的泡沫 所以说过去的所谓的繁荣 实际上呢 很大程度上都是泡沫 这个事呢 已经是共识 你到中国去 跟稍微对这个财经方面 有点那个观察的人 都会同意这个事的泡沫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繁荣 然后现在为什么要变成一个乱象呢 这个就是在挤泡沫的过程 他呢 因为这个繁荣的话 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府的行为的 举个例子 当年杭州的房地产出现了 那个崩盘的时候 杭州的政府 视为 然后就通过各种各样的能力 就把它拖住 所以说杭州成为 可以说也是一线城市的价格了 所以说他的繁荣是靠政府 所以他没有办法 通过市场行为把它控制住 然后现在的话 你要挤泡沫呢 你也没法挤 没有政府是没法挤的 所以说的话 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很多很厉害的行政手段 你刚才你说过的 就把它限制下来 所以说的话 现在的话 再等于说是个挤泡沫的过程 那么挤泡沫 中国政府采取的是什么手段呢 就是政府干预行政手段 我们看到 中国近期加大了 这个政府干预 房地产市场的这个力度 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就是在不同地区 分别实行房价现涨和这个限跌的 所谓双向管控手段 我来请教夏教授 您如何评价这种典型的行政干预 有观察人士注意到 限跌令呢 是出现在限涨令之后 表明行政干预手段 对市场的杀伤力极大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 首先呢 中国的房地产呢 那么是中国政府在过去了 就是我说的 他发现了阿里巴巴的四个山洞了 那么其中的一个 那么一个你看到 中国政府从土地里边捞金 那么让土地房地产呢 货币化 那个金融化 那么一个当然是中国政府 从这个农民的这个 受压抑的这个价格呢 这个劳动力这个就是 这个财富呢 捞了很多的金 那么第三个呢 那么是中国政府大量的发行 那个货币了 那么这样通过就是 那个造币这个权呢 来捞了很多的金 那么中国政府现在 香港是世界上 那个货币发行量 跟国民生产总值 那个对比是第一高的 那么第二高是日本 第三高就是中国政府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这个捞金捞得很厉害 当然第四个捞金呢 当然就是跟全球化的 这个衔接了 那么跟西方资本呢 进行这个制度的一种 那个就是投机了 那个勾兑了 那么有关 那么现在这四个 全都发生变化 那么中国的房地产的需求 因为它的成本很高 因为有政府在里面 就是那个寻租 那么所以它的本身 泡沫就很多 那么现在呢 就是西方的企业呢 那么确实在对中国的 投资进行调整 那么当然你看到 有大量的那个 那个企业都在 离开中国的 那个情况下的话呢 一定会带来土地 带来那个就是 整个房地产的 那个权限的 那个下压 那么另外你可以看到 农民工 那么现在那个就业 也非常困难 那么回流的 也越来越多了 那么现在就是说 中国老百姓 对预期的 那个经济的 那个自行性 呢也在下降 所以出现 年轻的一个 躺平的那个一旦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 大的因素了 让中国政府了 即使他想挤泡沫 但是是不是他能够 管控的 那我觉得还是 那个我们必须得 它的最大的问题在于 当你要限 它的最高价 或者限它的最低价 那么其实呢 你就是说 破坏了这个市场的机制 而这个市场机制 一旦破坏的话呢 其实你就让资本呢 就没有就是 那个寻 那个求利润的 这个空间了 那么所以资本的话呢 很多就会退出 那么从中国市场 可能会退到 那个就是国外市场 或者从房地产市场 或者到高科技市场 等等等等 那么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 很多中国的老百姓 也普遍的呢 那个用了杠杆 你进入了这种房地产的市场 那么也就是说 这种对资本的伤害 不仅是伤害 我们所说的企业 更多的还会伤害 中国的 包括像恒大 你看呢 它现在有一百多万人投资了 要等着房子要用的 那么这些人的话呢 那我觉得 对中国的来说 也就是 他把市场 这个给 就是财富的 创造的这个造血机了 那么一旦给 弄死以后的话呢 那我觉得 它就是破坏资本 也就是消灭了中国 老百姓 手中的大量的材质 好的 那么我相信呢 绝大多数人 中国人外国人 都会同意 中国官方那种说法 就是房子 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但是 为什么当局 要下如此 这个行政干预的 这个重手 调解房地产市场的 这个经济手段 难道都用尽了吗 为什么世界各国通用的 调解楼市的 这个一个经济手段 就是房产税 在中国迟迟不能出台 我来请教陈教授 您怎么回答 我的这些问题 首先 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的市场的繁荣 不是市场平均 它的房地产 为什么会炒得这么高呢 如果按照市场的 如果说就是 按照市场的 自由发展的话 这个事情 我认为这个泡沫 很早就会破 就几个 就是案例的话 就是像在杭州的 当时的情况 所以说 但是的话 当时泡沫要破的时候呢 政府就拼命地去支持 支持 通过各种政策 甚至是通过银行 因为在中国 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银行呢 都是固定的 都是要通过行政命令 所以说银行的大量的注资呢 也就把这个房顺 就拖住了 所以说的话 它的这个泡沫 是政府行为造成的 当时为什么要造成 要有这个事情呢 很简单 就是为了 我们要有很高的基金费 所以说的话 你要让大家 一般的这种手段 能够控制 正常的所谓的 市场干预 能够控制 房地产的这个泡沫 是做不到的 OK 然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 做了各种各样的手段 比如去 就是几年前的 限购令 它不让你买 然后很多地方的话 就是你限卖令 就是你买的时间不到 一定程度的话 不让你买 各种各样的方法 都不成功 就是包括 就是一直到了 最近非常极端的一次的手段 就是在深圳 深圳是可以说 全部房地产 最贵的地方 它怎么办呢 它只能是通过 就是把那个 党和政府 领导人 它把它撤职了 只有通过这个方法 能够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说的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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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既然你泡沫 是人造的 所以说的话 政府造的 所以说的话 你要把泡沫解掉呢 也只能通过这个政府来做 所以 就是 解令 还是寄予你的办 然后的话 你说的 为什么这个房地产税 不能通过 这个的问题呢 因为它里面各种各样 初中复杀的关系 而且的话 你也不能就希望 就是这个 泡沫一下破掉 一下破掉的话 会导致的这种 金融海啸式的 一般的 一般的后果 所以说你也不能这么 太急于求成 所以说你只能是 一步一步的来 房地产税 我认为现在 还不成熟 它要通过各种各样的 试点 对你在上海 和重庆 这些事件 好像效果也不是太好 所以说的话 这个手段的话 可能要等一段时间 才能去贴 那么 陈教授 继续请问 您认为呢 这个中国 调控 房地产市场的 手段 就是说呢 没有别的选择 只有是 行政手段 国家干预 您是这个 您是这样的观点吗 当然 就是 OK 如果说它完全走市场经济 就像美国一样 如果说说 真是按照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发展 是完全把经济交给市场 然后政府呢 只是在 在制定法律和规则 让大家就是说是 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 这个方向的话 我就让它自然的 在调控 就是市场 绝大部分市场 是自己调控 就可以了 但是的话 现在情况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政府干预 是明显是很重要的 而且政府的话 现在好像 已经越来越 不愿意朝这个市场 方向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你既然你这个 房地产的发展 是政府拖起来的 那你要把它打下去 那地区也需要 政府的手来把它压下去 好的 那么陈教授的观点很明确 就是说呢 房地产泡沫 是政府拖起的 因此呢 解决的办法 可能 也只有用政府的手段 同时呢 陈教授也 也指明一句 就是说 现在的政府 已经越来越 不愿意往市场 越来越不耐烦市场的 那只无形的手 种种迹象表明 我们看到 过于自信 或者说 刚毙自用 热衷于顶层 设计的这个习近平呢 他是越来越不耐烦 市场调节 那只无形的手 也可能像陈教授 说的那样 就是这个问题太大 市场调节 可能也不管用了 他越来越相信 行政令令 这支有形之手的威力 我们看到 在这些信念之下呢 中国成为监管大国 最近一段时间 监管私企 监管互联网 监管娱乐圈 乃至回归 社会主义本质的 这个共同富裕 这个提法等等 都与市场和尊重 经济规律的这个原则 渐行渐远 我来请教夏教授 中国这方面呢 应该是有深刻教训的 我们可不可以说 习近平正在试图回归 某些计划经济的因素 您预计 他在这方面会走得多远呢 是 我那个不相信呢 习近平呢 会走到计划经济 但是呢回归到某种管制经济了 那么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了 习近平呢 绝对不会放过目前这个危机了 因为这个危机对他来说呢 当然是会有威胁 对他的政权 对他的执政能力 对他的那个 现在要寻求终身认识了 那么毕竟现在在印象 明年要召开新的20大的 这个到底他能不能 这个再做下去的问题 那么所以对他来说 当然是有威胁的 但是你会发现了 习近平呢 他在过去的这么十年的政治斗争中 那么展现出了 他是一个善于利用这个手段 也善于利用危机的 那么现在他看准了有一点 也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这种乱象 刚才我说的 里面有那个派系斗争的一些迹象 那么这些派系斗争的迹象 那你可以看到 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的几大家族 那么他们挂靠的 无论是温家宝 或者是江泽民 那么或者是团派的一些人等等呢 那么对于那个习近平来说 正好是他认为的 这些人呢 没有传承红色基因 那么而我们的这个 作为红色的这个太子党啊 我们的父母是流血流汗 打下江山 为人民打江山的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会通过这种危机呢 那么对于他认为的 也就是像中国国内的 有的人说的是 少东家回来了 那么贝拉西呢 把这个凳子 给他污热的这些人呢 要把他给赶走 那么或者要把资产呢 进行某些重组 因为毕竟 那个就是太子党这批人呢 相对于我们看到的 那个就是第二代的 那么这些官僚 这些贫寒家庭 那个就是靠 就是所谓的干部年轻化 和知识化上来的人相比了 那么他们唠叨的要少得多 那所以我认为呢 那个习近平呢 一定会动用管制经济了 那么来那个强化他的政权 但是有一点 20世纪的一个最根本的教训 就在于管制经济跟市场经济 进行了一个世纪的大博弈 那么最后呢 结果呢 当然我们看到苏联政权 无论他的经济有多么强大 那么最后 赫鲁晓夫认为 他可以把美国埋葬 最后他崩溃掉 灰飞湮灭 那所以我认为呢 其实习近平呢 那么他和他周边的高三呢 其实他们真的没有读懂 政治经济学 而且他们呢 也没有看懂 20世纪政治经济学的 最根本的节目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看起来这个 我们把它这个归纳一下 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呢 无疑是国民经济当中的 一个重要行业 它的这个上游和下游产业设计面是极广的 我来请教陈教授 那么您如何评估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繁荣的近三十年的房地产市场的拐点 是不是啊 已经来到了 那么官方的一系列动作对于促成楼市泡沫会起到什么作用 同时我们看到如果房地产市场的景气不在 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会是个什么样子 陈教授 首先呢 就是 就是我同意 我完全同意 夏教授上来说的 现在是 现在是这个方向的 是向计划经济这方面走 对于这个计划经济的危险 或者是一个偏离市场经济的危险 我认为这个张维莹老师 就是以前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前校长 他已经最近已经说得很好 他这一辈子的可以说很重要的这些工作 都是在向大家阐述这个市场经济的好处 所以说的话 当然了这个你这个市场 这个房地产的泡沫呢 就是偏离市场经济造成的 现在这个苦躲的话 你得吞下来 OK 你怎么吞呢 现在看来你这个 你如果说是不能非常快地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你只能通过这个 就是政府干预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呢 按照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 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了 这个拐点当然是到 你不能 他就是不让你涨了 他现在已经现涨了 他首先是现涨 一旦现涨的话呢 那这些投资人呢 就刚才夏教授说的 你这个资本 你投资人你就要离开了 我不能再继续投下去了 因为我没有上涨的空间了 所以说他就要抽出来 但是如果说是一样的 刚才说的 如果泡沫 如果是泡沫太快 你这个泡灭太快的话 会对国民经济会造成的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以前的日本 日本的当时泡沫破裂的话 对日本造成的损失是起码是20年以上 所以说 他只能是通过 要慢慢的让他缩下去 挤下去 所以说他又重新 就是有个线跌了 你也不能跌得太快 你也不能涨 他只能通过这个方向来 所以说完全 可能到最后 可能完全就是价格指导 你这个价格多少钱 由政府说了算了 就跟你以前的那个计划经济差不多了 好 那么有人说呢 中国房地产市场和中国经济 现在正在出现一系列蝴蝶效应 房地产市场引爆了恒大这颗炸雷 而恒大的问题呢 又有可能在中国经济中 引发更为广泛的影响 从而可能会成为 像有些分析人士说啊 叫压倒中国经济的一根稻草 请教夏教授 您怎么看这个 是 这是我非常担心的 因为我认为了 它带来的全方位的影响 包括对国际金融界的影响 会是非常大 如果我们回到刚才 陈教授讲到的 日本的经济的经验 那么日本的野村证券 那个研究所的一个经济学家 就是Richard Kuhl 就是顾曹明呢 那么专门提出了一个 账本那个衰退 那么当账本经济 出现账本危机的话呢 尤其是杠杆用的过度 那么债务那个出现 那个就是超过他的这个 本金呢 那么这样的话 很多的那个企业就会抛傻 那个抛卖他们的那个就是资产 那么但是在资产 这样出现资产的这个整个 就是价格的这么一个贬值了 那么不是通货膨胀 而是通货索 那么这样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这种恶性循环 恐怕会引爆 就是中国的私人的债务危机 家庭债务危机 而最终的我们需要国家来兜底 但是现在中国的政府 又是大量的运用杠杆的 所以我认为了 这恐怕真是压倒中国经济的 一个引爆线 一个最后一根道场 中国房地产龙头恒大集团 近日深陷债务危机 拖累了地产和金融板块 导致港股大跌 引发各界的恐慌 恒大倒台会对中国经济 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呢 中国当局会否以维稳为重 为恒大发放免此牌呢 一下是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本周一 恒大集团在香港股市的股价 一度暴跌近19% 香港股市更是重挫821点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道琼斯指数30只成分股 周一盘前悉数走低 金融股顶跌 受全球股市下挫的拖累 而全球股市下跌的原因是 投资者担心恒大可能违约 恒大危机在民间引发传言纷纷 风声鹤唳 深圳警方20日连夜宣布 支流5人 涉嫌散布恒大金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虚假讯息 旅为经济学者秦伟平告诉本台 他早就已经破产了 现在只是在狗言残权而已 我认为说如果恒大破产 官方宣告的破产 或者清算的话 应该至少有几家银行 也会宣告破产 恒大如果近2万亿的坏账里面 应该是有些银行要承担责任 甚至很多行长都会被抓捕 恒大债务危机会引发 区域性的或者全国性的金融危机 不光影响中国会影响全世界 美国投行雷曼兄弟08年倒闭 引发全球市场瘫痪 但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在微博上说 恒大破产不会像雷曼倒闭那样 成为系统性金融风暴的导火索 一旦爆雷 初始企业不能有自己 大到不能倒的侥幸 必须有能力以市场方式自救 中国不存在发生次贷危机的基本形式 中国购房自备款的比率很高 二套房的自备款比例尤其高 中国房地产及建筑业从业者 独立食品人士田北明对本台表示 恒大房产在2345县城市的去化率很低 会拖累房地产建材等四五十个行业 还有几方面来想 可能是金融方面 一堆的是银行贷款 这个估计就只能遭乱象处理 还有这个地方政府这些土地财政 还有就是很大 他去年会说 还有200万业主 这些业主现在也收不到房子 08年金融危机前后 美国住房市值与GDP比例最高为169% 中国宏观经济学家任泽平 7月发布调查显示 去年中国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为414% 高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 恒大财报显示 截止6月底集团总负债达到1.97万亿元 其中西负债总额为5718亿元 此外恒大负债涉及超过128家银行和121家非银行机构 在去年数价国企债务违约事件中 中国政府似乎试图对僵尸企业下手不管 破除大而不倒的国企信仰 中国此次是否会救助民企恒大 引发各界揣测 恒大不具名的高管对英国金融时报透露 集团业务可能会被地方政府和大兴国有开发商按地去接管 秦伟平认为中国房地产企业的前市民 包括后面的融创复利都负债累累 政府回天无力 旧恒大反而会动摇国本 正好可以借此收紧资源 旧的一家什么大 后面还有几百家 几千家很大的等金融危机之后 会有更大的社会冲击 中国政府如果把钱都救大 不可能完成任务上面的话 后面可能会直接影响它 它一个政权的一个稳定 可能会重点 会在全面控制经济 而且会推国有企业进行计划经济 天辈明也强调 现在出现资金问题的房地产企业 加上碧桂园的话 大概负债11万亿元 中央现在需要刺破房地产泡沫 忍痛进行经济转型 就九十年代了之后 那么多的国企都破产 中国政府都没有去救去 因为是现在房地产 也就是中国经济转型最大的一个阻碍 没有可能替一家民企去兜底 它绝对不会兜底的 所以它必须得 或者要存储吧 恒大目前正以多种措施展开自救 包括调整项目开发时间表 严控成本 争取借贷续贷 大力促进销售及回款 争取借款续贷和展期 出售股权和资产 以及引入投资者等等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旭小山 华盛顿报道 恒大投资人13日赴恒大 深圳总部进行维权 不过恒大财富的总经理 杜亮一席话 不但没有安抚投资人 反而是提优救货 杜亮话才说完 恒大投资人怒对大喊 上百名投资人担心手中资产成废纸 高喊许家印还钱 当地警方还出动大批警力 维持秩序 政治评论者文昭在节目提到 中共当局虽然能像扑灭2018年金融 难民怒火一样把恒大难民维稳 但是难度要大得多 而且恒大难民远比T2P难民复杂 除了金融难民外 还有恒大工程项目的承包商 供货商向恒大要债 还有跟包工头来讨薪的农民工 只要优先照顾了某一类诉求 他都会刺激其他难民 除非政府紧急贷给恒大一笔纾困金 否则恒大他自己的财力呢 又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 15日在回应涉及恒大集团相关问题时表示 一些大型房地产企业运营过程中出现一些困难 对于整个行业发展的影响还需要观察 傅林辉指出 今年以来随着中国国家各地区各部门 坚持房住不吵的原则 房地产行业整体保持平稳的态势 北京异议人士胡佳对本台表示 恒大集团是中国房地产扩张最快的企业之一 但是光只有一个恒大爆雷 不足以撼动中共当局 再者在中国投资理财产品房地产 都是中国相对有一定积蓄能力的韭菜们 这个群体数量有限 还不知道能掀起多少波澜 它的房地产危机 然后引发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它是这样一个连锁的反应逐步扩大的 那么现在仅在房地产的这个领域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中共还是有非常非常强硬的手段 能够去瓦解 北京独立学者季峰形容中共当局处境 更为难还在后头 陆媒第一财经日前访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刘玉辉提到 当一个时代发生轨迹转换 这可能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付出的成本 说的不好听一点 有很多套房子的人可能在未来若干年 你的财富都是在不断缩水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澄梅 台北报道 恒大财富原名恒大金服 网上流传出恒大财富微信企业群聊天记录 有员工表示 99%的恒大员工都买了恒大财富产品 因为之前都有任务 还有同事贷款买来 有员工在群里呼吁 请领导出面辟谣说好的同进退呢 还有网友爆料 目前恒大财富微信企业群已经解散 山东大学金融系毕业的学者司令对本台表示 恒大金服出现资金链锻炼 对付能力出现问题后 恒大集团以及中国政府的处理态度 确实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第一时间想的不是向公众提供真相 进行解释平息社会舆论 出示相关监管机构调查 或是要求恒大集团进行合规性的调整 让他们这些客户的晋升 那么这是呢 好像中国处理很多的系统性金融问题 包括金融爆雷资金链锻炼 还有集团很高管跑路 这一系列的这种经济震荡的事件当中 一贯的处理办法 在恒大财富爆雷争议烧了一天后 恒大终于出面直写 根据财联社报道 恒大创办人许家印声称 目前恒大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但是恒大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许家印还挂保证 接下来恒大各级领导干部要带领全体员工 全力复工复产 全力保交楼 全力做好销售 恢复正常经营 这也是恒大财富产品 对付的最大保证 经济学员报道 恒大负债约人民币2万亿元 而中国华融的负债也约人民币1.5万亿元 光是这两大集团就占了中国上市公司债务总额3.9% 台湾金融研训院院长黄崇哲接受本台访问 听到恒大财富爆雷的第一个反应是 他终于来了 黄崇哲解释 除了恒大之外 目前不少地产公司从去年开始就无法从金融体系取得融资管道 所以该以所谓的理财商品在市场卖公司债给予很高的利息 黄崇哲分析 中国过去利用房地产作为振兴景气的产业选择 这一次看来是铁了心不再这样做 去年开始的它有一个叫三道红线 就是对他们地产开发商 中国有个很大的市场叫理财商品 公司债为主 这个债呢 比较大规模的就是 把债可以债做股进来 中国到底会不会就恒大这个烫手山蕴 日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被披露 在北京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 将中国恒大集团面临的财务困境定性为流动性问题 而非资不抵债 南台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助理教授朱岳中 接受本台访问时认为 中国应该会比照处理华融的做法 朱岳中分析 中国是个共产国家 恒大名义上是所谓的民营企业 但是政策应该会把恒大拆分 不会让他垮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拿着扩音器的女士在恒大集团深圳 总部楼下哭喊着 大楼外还有恒大员工试图跳天桥轻声 恒大员工在公司设定的硬指标要求下 买了自家集团旗下的金融理财产品 但高达7%以上的年化利率 现在不止泡沫破裂 可能连本金都拿不回来 他们很多人走上街头 围堵恒大总部和在各地的分公司 上百人喊着口号 手里还拿着写着恒大诈骗的纸牌 这是在四川成都出现的场景 在东北吉里省的恒大分公司 抗议民众则堵着门口 坐下不走要恒大集团还钱 多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早就试镜 债务超过3000亿美元的恒大集团 迟早将宣布破产展开债务重组 然而恒大集团13号发出新网稿 声明网络上近日出现 有关恒大破产重组的言论完全失实 公司还指出恒大的确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但会全力以赴保证交楼 想尽一切办法恢复正常经营 保障客户的合法权益 长期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美国独立研究机构 中国鹤皮书国际执行董事卡齐就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恒大迟早还是要面对现实 而残酷的事实就是 有些人的钱是要不回来了 恒大显然赶上了最坏的时机 中国整个房地产行业正面临着来自官方政治的压力 要遏制过度的投机里去杠杆化 而我们势必会看到一些恒大的债权人血本无归 卡齐认为对中国的经济来说 恒大的爆雷会是个巨大的挑战 但他不认为恒大会像美国当年的雷曼兄弟公司一样 引爆中国的金融危机 因为中国官方早就看到了房地产行业的高杠杆 另一方面 中国的银行业也早就对地产行业的无序扩张有所准备 正如卡齐所说 中国官方面对恒大债务危机的地雷 切割保护金融稳定的第一枪已经在广东响起 中国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 13号就引述广东佛山南海区住建局的公文指出 为了加强南海区恒大地产项目的风险防控 已经请相关单位即日起暂停受理恒大地产项目公司 在当地的不动产抵押登记 也就是说恒大地产在当地的项目公司 不能把房地产抵押给银行申请贷款 而市民想买恒大当地9个项目的房子 则申请不了银行房贷 事实上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今年8月就已经不再担任旗下恒大地产的董事长 外界解读 许家印早就已经知道政策的风向 开始进行业务分拆和切割套现 身为中国全国政协委员的许家印 曾因为穿戴奢侈品牌爱马仕的皮带开两会而拥有皮带哥的称号 在恒大的辉煌岁月中 许家印曾经跨界卖过瓶装水 短暂涉足养猪业 拥有恒大职业足球队 而近年来他还跨足电动车行业 但一直不见产品推出 我和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的 国家给的 这是许家印曾说过的话 那他欠的债党会负责吗 资深媒体人王健就以1999年广东省背书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 成为中国第一家也是至今唯一一家的破产关门的金融机构为力告诉本台 19大定了一个目标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然后有三大攻坚站 第三个风险站 攻坚站就是防止风险 系统性风险 其实指的就是这个 但是防了这么多年 五年下来了 风险终于发生 给他们防的方式发生了 黄健认为恒大会对中国的金融行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但卡奇则认为 恒大虽然确实给中国的其他房地产开发行业带来危机效应 但他不认为恒大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会导致中国的金融行业产生系统性的风险 早在去年中 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就颁布了新规定要控制房地产企业的有息债务增长 当时就设下了融资三道红线 而21世纪经济报道当时就特别制表整理出 中国有将近60家的房地产开发商是三条红线全财满 恒大当时就榜上有名 而谁是下一个恒大 中国的金融监管防范了金融行业发生系统性的风险之际 又是谁给恒大这个地产商开了绿灯 可以卖互联网的P2P金融理财产品 谁来给中国民众一个交代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同生华盛顿报道 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可能破产持续引人关注 在港交所 恒大股价在短短三个月内下跌了80% 根据恒大集团的财报 其负债总额为1.97万亿元 约合3000亿美元 9月8号 旗下两家子公司9.43亿元债务无法偿还 危机传闻愈演愈烈 恒大那么大的买卖 怎么突然就没钱了 恒大垮了 影响有多大 美国之音记者志愿 联系美国马里兰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 李恒青 关于恒大目前面临的危机 是都怪恒大呢 或是许家印惹的货 中国各地政府在恒大起高楼楼塌了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你的看法 谢谢志愿 我看法显然不应该是都怪许家印 许家印从一个普通的这个房地产销售 用了二十几年就缔造了一个房地产的帝国 成为中国三大房地产企业之一 这不能用一个造谱神话来解释 它真的就是现在的中国的时代的产物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所有人都知道 在中国房地产商的成功需要两个重要的条件 在别人羡慕的眼光下 你能够独辟蹊径 拿到万人瞩目的土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在众多竞争者当中 唯独你能够随时拿出现金 这大量的购地款和后续的基建款 就你一个人能拿出来 有了这两条交际 它必须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条件 就是要有影响力的官员 毫无疑问 许家印在这两个条件上他都有 正像前一段时间 这个轰动的一本书 就是沈栋写的一本新书 叫做红色土盘当中披露了一件事 这个沈栋安排三家人 去欧洲旅行 其中就包括贾庆林的女儿和女婿 还有许家印夫妇 行程都超级好夸 然后在途中 许家印还专门去看了一艘的游艇 这个售价是一亿 我不记得是人民币还是美元了 即使人民币也是很贵的 许家印就计划 要用这条游艇搞一个海上俱乐部 在上面要安排权贵 主要中国的高官 富豪们 赌博娱乐 之所以要选择海上而不是在陆地上 甚至不是在北京市政府享有产权的中南海附近的深宅大院里 就是因为在海上搞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中心 百分之百不会担心反贪腐人员和无孔不入的狗载队 所以从这就看了 应该说中国官员和房地产商沆瀣一气早就不是一个秘密了 除了能够通过手中的权力换成大量的个人财富之外 他们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原动力 那就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造福一方 这两个方面 这时候我想呢 这个就提到一个重要的 我们要从成本来考虑 作为一个房地产 这个开发它的成本 其中啊 它就分到三项 一个是地成本 就是15% 要占到整成本的15% 甚至到40% 这看地块的问题 在什么地方 另外一个是建设成本 还有一大块 就是税收 要占到20% 更多一点 正是因为各地政府啊 都能够从这个房地产开发中 拿到大量的好处 所以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 为这个各个房地产项目 开了一灯 并且帮助他们解决疑难 所谓的疑难问题 比如征地啊 拆迁啊 甚至强拆等等问题 所以这个是他们 之所以推动房地产发展 包括推动这个恒大 走到今一步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动力 那么这个问题来了 恒大与中国各级政府呢 到底是谁忽悠了谁呢 我想啊 他们俩是相互忽悠 因为呢 有了有了恒大 出了这些建筑项目 那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呢 才有机会 扩大他的财政收入来源 同时呢 他们才有机会 通过批地 中保私囊 然后反过来呢 各级政府又推动恒大 去开发那些呢 恒大连想都没想到过的地块 这样的话 让恒大也有钱 他们政府也有财政收入 他们个人手里头也有钱花 所以呢 他们应该是相互利用 是一个狼狈为奸的关系 那么这个其中呢 关于这个银行啊 各种投资者啊 以及这个其他方面的 这个参与程度呢 能不能分析一下 好的 其实啊 在这个建筑行业啊 这个建筑 房地上开发这个行业里头 银行是起到一个重要的推手的作用 在过去二十多年当中 中国的房价一直在高涨 而且涨足惊人 那个时候啊 这个老百姓啊 就有一个热议的话题 说你要拿两百万去办一个企业 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 苦干一年 能挣到五十万吗 至少是非常不容易的 可是你要拿出同样的钱 去付一个首付 向银行贷款 在北上广去买套房 一年涨价超过五十万 太正常了 银行也眼红这样的赚钱 只赚不赔的声音 所以争相为房地产 这个项目去贷款 助推房市 所以从这些角度看啊 应该说呢 银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 另外呢 各级的这个投资者 我们接着说啊 就另外各级的投资者 包括证券 这个购买者 证券的评级者 这些人都难讨其咎 另外呢 相关的这些建筑商啊 施工队啊 供货商啊 评估师啊 律师等上游服务行业 也都踊跃的加入这场盛宴 生怕错过了房地产开发这个发财的机会 所以说每个参与者啊 其实都是主动的 今天恒大投资啊 面临彻底崩溃 彻底亏损了 但是应该说 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那么恒大问题 为什么会在今年突然爆发 就是说 为什么会在2021年要出世 你的看法 应该说啊 在这个经济上啊 我们一般都说呢 这个水来了 大水漫灌的时候 应该要闭波荡漾 大家都在水中 这个嬉戏啊 比这个水性 比姿势 比速度 都是非常高兴 快乐无比 但是等到水退潮了 水退下去了 很多人才会发现 原来他们没有穿游泳裤 是在罗永 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多年的开放 尤其是2008年 全球经济危机 这个当中 中国投入了一个四万亿 带动了几年经济 超高速的增长 但是从2012年开始 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 靠政府投资 拉动经济的边际效益 越来越低 2019年开始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啊 更是雪上下霜 所以经济一下行了 那这个时候再加上 这个肺炎的这个流行 就使得各方面的叠加 都发生了在这个2021年 所以正是因为这些叠加效应 在今年呢就是尤其严重 所以才出现了 像恒大和后续的 各个的大的这种 黑天鹅灰犀牛就全来了 那么据华尔街日报 周四的报道称呢 中国当局已经要求 各地对恒大地产破产 做好应对准备 这个消息显示中国政府 并不打算出手挽救这家大型民企 该报引用执行者的话说 上面的命令是做好准备应对风暴 这个执行者表示 地方政府机构和国企都已经得到指示 不到最后时刻 不要进行干预 恒大问题是孤立的吗 中国目前还有多少个恒大呢 这一点都不特殊 我觉得这个因为呢 现在啊 这个中国政府啊 现在是非常的担心 恒大呢 这个破产 或者是更严重的问题 出现了以后会带来连锁反应 所以现在呢 按照中国目前政府的这个财力 他现在 一旦出现大规模的这种 这种风潮啊 他是肯定是用皆不暇 所以现在他不愿意 这个在现在去出手 他也非常担心出现大规模风潮的时候 他的应对能力 那这个时候呢 他说是另外一个呢 叫是不是恒大已经达到 达到了一个就是 就是too big to loss 就是不能够不能够出问题 现在呢 中国政府呢 目前还想看有没有机会呢 能够应对 所以在现在来说 我们应该说恒大一点都不特殊 在中国啊 几乎所有的房地产企业都有相似的问题 只是恒大非常不走运 他碰上了这个不明事理的 不开眼的这个广发行 因为这个广发行啊 这个恒大欠了他一点几个亿 一点三二亿 结果他为了保护自己银行 这个投资的这个安全啊 他竟然把恒大给告上了法庭 同时要求法院尽快的进行这个速冻保全 从这开始的雪崩就出来了 所以应该说啊 很多房地产企业都可能顾上恒大的后尘 同时有很多的中小银行 他们的扛债的能力啊 就相对很低 所以他们都可能会因贷款无法回收而破产 所以这样的这个大的这种雪崩一旦出现 那中国的问题就大 所以现在的中国政府要求地方政府严阵以待 准备应对来临的这个大的风潮 也是从这个角度来做准备吧 但是能不能最后扛得住 我们不知道 我们拭目以待 有报道说呢 中国当局可能会在几天内公布对恒大集团的重组方案 报道说这个方案是以国有企业为基础 把恒大集团分为三个实体 实际上就是把这家民企变成一家国企 对这个报道你的看法 实际上呢 应该说 最后呢 让他把恒大分拆 然后呢 让国企来买单 这个呢 是他最后的唯一的这种办法 但是呢 大家一定要明白 让国企来买单 实际上是谁买单呢 是全中国14亿老百姓来买单 因为呢 最后他一定要用所谓的债转股 就是把他的现在公布出来的1.97万亿的这个债权 最后由全民来承担 那当然是个人的那个债单说了 许家云个人的出路 但实际上啊 这种做法是完全不是按照市场规律的办法 也不是一个法治的办法来做的 当然这可能是现在目前来说 中国政府唯一的可行的 用这种强力来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好的 谢谢您李恒青 好 谢谢志愿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 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各位听众大家好 本周在中国第14届全运会开幕式上 内地艺人严妮和张嘉义 演唱了一首大会主题歌 社会主义好 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 社会主义好是为庆贺1958年反右运动胜利结束而创作的歌曲 歌曲第一段是当下中国老人们耳熟能详的歌词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上世纪50年代 中共高唱的这首歌曲 开启三年大跃进 把社会主义建设推向高潮 然而经济规律不可伪 大跃进制造了毛泽东治理模式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第一场人道灾难 随之而来的三年大饥荒 造成近四千万人死于饥饿的人间惨剧 社会主义好随后被停播 直到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运动 此歌再次被唱红 一首毛泽东极权政治文化色彩浓重的歌曲 被用于运动会开幕式 不能不令人担忧 北京冬奥会是否也会变成一场习近平红色极权文化的国际实施大会 网友南边的纽西兰用四个字发帖 给出第一印象 满游到党 网友岁月静豪17259发帖说 鸡皮疙瘩掉一地 我这是在朝鲜吗 网友免礼堂发帖说 高唱文革歌曲 这是典型的倒退 必须制止这股歪风邪气 大连东支撤离 三星重工撤离 瑞银报告显示76%的外资企业计划撤离中国 帝国主义的确夹着尾巴逃跑 网友 红薯设计发街说 一直以为社会是向前走的 太天真了 本周恒大债券危机 恒大财富疑似爆雷 9月8号到期的理财产品毫无征兆的停止对付 很多恒大普通员工毕生的积蓄都被半强迫的投入到恒大财富 导致恒大各地分公司发生员工围堵抗议事件 更令人愤怒的是 员工们发现恒大管理层已经提前兑付离场 据悉恒大老总许家印的妻子已经兑付超过2300万元 恒大财富总经理杜亮及其父亲投资的近千万元 也已经完成兑付 这出让领导先走的戏码已经传出 就算社交平台炸锅 内部员工的愤怒不说 普通老百姓则更担心假如恒大破产 是否会引爆系统性金融危机 政府是否会救场 有网友发现说 恒大这是精心设计好的骗局 对于钱的去向无人敢管 14亿国人算是雨露均沾 2万亿欠债 人均1000多 恒大幕后的那些杂罪们 等待他们的果报将是与地狱同寿 正如网友总结说 金钱归河深了 恒大归国家了 账单归韭菜了 网友邱宇武童发现说 在没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 做大做强的企业家 基本都是影帝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弗里德里曼说过 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是不会成功的 因为它会动摇中央集权制 网友叶潭发现说 这么多人在说许家印 觉得也挺惨的 走着走着就到了这一步 就像那么多钱就一个人吞了 恒大的事情必须处理好 首先是隔离 处理不好会火烧连营 其实金融风险跟疫情又有多大区别呢 网友皮皮溜溜发现说 盲目加杠杆社会来背锅 高管疯狂套现走人 留下小散户求告如门 这要不抓几个杀几个 也太挑战社会主义铁拳底线了 网友明月硬彩虹发现说 镰刀与韭菜而已 现在是发现镰刀割太慢了 直接上收割机 大面积全方位无死角收割 就等着再次轮回 再出现陈胜吴广的死循环 网友数据诠释糟点发现说 恒大肯定是死定了 救活他需要六千多亿 没人愿意做善事 现在的问题是他的死法是什么 归纳一下有几种 第一最平淡的死法 主要股东全部换人 大股东许家印出局 手上的股份全部零对价转让 新股东接手公司提供资金承担债务 第二再惨一点的死法 没有新股东愿意接手 恒大把手里的优质资产全卖了 但是优质资产有限 最后一定还是欠一屁股债还不上 大部分期房最终也进不了工 最后企业破产 进入漫长的清算流程 恒大消失 许家印变成老外 第三最惨的死法 连卖资产都没人接手 现金流完全断裂 连破产都来不及 从债权人到购房人 全都陷入彻底绝望 地产债务风暴 由此形成 所有人都无从躲避 一篇题为 恒大为何大而不衡的网文 这样写道 据说许家印的年薪是300亿 在恒大金服爆雷之前 还转走15亿 他的高管都能悄悄提前兑付900万 却把洪水滔天留给了谁 放心 即便恒大所有债主和业主都死光光 许家印也会活得好好的 不信你们就去问问 无数个爆雷的P2P老板们 有人说许家印会坐牢的 真是个笑话 我可以毫不犹豫的说 即便那个懂英语 长得不怎么地的企业家 把牢底坐穿 许家印都不会坐牢的 因为许家印的真实身份 不只是恒大老板 而是白手套 以上是今天的VNV语 我是桑宇 美媒华尔街日报9月23号 引述不知名的中国官员指出 官方要各地政府 为可能的风暴做好准备 言下之意是中国政府不打算救恒大 但同一时间Asia Market也报道 中国政府渴望于数日内 正式公布要出手救恒大的重组方案 该方案由国企主导 计划将恒大这家地产开放商龙头 一翻为三 最后变成另一家国企 Asia Market引述不知名的中国官方消息来源称 此方案之设计是为了保护 向恒大买房的中国消费者 就是那些你看到在街头抗议的人 以及向恒大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 但更重要的是要遏止恒大债务违约 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广泛的负面冲击 债台高足的恒大将摇升一变成为国企 消息一出股价马上反弹 一度狂飙三成 代表市场倾向相信中国政府 不会放任恒大拖累中国的房市 股市金融市场甚至实体经济 不过此一媒体传闻未经官方证实 大多数官媒周四也未跟进或转载报道 对恒大的兴衰部分分析人士指出 可说是成也中共败也中共 因为恒大是中国养大的债务怪兽 其创办人许家印则是典型的红色资本家 而中国政府去年9月出台的房气融资三条红线 则是压倒恒大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条红线分别是指 1.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 不得大于70% 2.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 3.房企的现金短期债比不得小于1 此禁令的目的是要降低 中国房地产商的负债和财务干岗 其中恒大是三条红线都采到的 过度借贷型地产商 因此自今年初以来 融资严重受限 开始无力偿还许多债务 包括上游供应商 合作建材商 和包工等单位的欠款 当然以债养债的恒大 多年来发行总额高达 3,050亿美元的债券 其未来的本金兑付和利息支付 都可能无力偿还 恒大庞大的债务和流动性危机 若为及时止血不少投资圈人士预言 该风暴爆雷后 很可能会扩大并引发本土型金融风暴 或导致房价大跌 甚至建筑等三观堂业的骨牌倒闭潮 而进一步冲击到中国的实体经济 尤其据统计 有上百万名的中国消费者 买了恒大的预售屋 如果这些建案无法如其完工交屋 也恐将引发社会动荡 因此为了维持金融 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中国政府出手挽救恒大 似乎成了最合理的解决方案 台北资深创投人士 蓝筹亚洲的总裁黄启元 在接受美国金采访时也认为 恒大这么庞大的债务 不可能有其他公司可以接受 因此最终一定要靠政治手段来解决 中国政府必须要出面 而中国政府的处置模式 也早有潜力可循 例如万达 安邦保险 海航 华融等问题企业的破产 清算和重组 都是中国政府可能介入安排的模式 不过黄启元也预期 恒大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按往例 也有可能有人 例如地方官员要负责下台 甚至严重者 如华融前党委书记 兼董事长赖小明 就因贪污受贿等罪 被判处死刑 黄启元还说 恒大危机是中国开始推行去更港化政策 也就是三条红穴计定所导致的结果 他说中国近来一连串对民企的打压或监管收窄 来得太急太快 犹如休克疗法 而且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 从互联网产业 游戏到娱乐圈都被锁定 等于中国战俘从头到脚 都在做手术治疗整顿 这让许多公司的股价市值瞬间蒸发 黄启元说 这般的监理风险 以前让投资中国的外资基金经理人有所却步 甚至可能促成中美金融上的进一步脱钩 黄启元说 很多的公司市值大幅度的下跌 不只是中国大陆国内的人民币的A股 像美元的这些港股 这边准时的价值基本上都是三万亿的美元 这也让所有的外资基金的经理人会很小心 他可能不会或者是短期不会 再配置在这种中国国内的A股 或者是中国概念 就是在港股的资产上面 所以这个会造成金融机器进一步的脱钩 中共要出手救恒大 虽然仍属传闻 但香港致意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令常念说 市场已经认定恒大的危机有解 恒大将被国企接管 进行一个有序的清算 而被接管后的恒大也不会急着抛售楼产 因此不太可能会造成中国房市的惨叠或崩盘 至于恒大在国内的债权人 包括供应商 买房者 投资者 也都不会有损失 令常念告诉美国之音 我们听的消息就是说 中国的债权人应该就可以保本 但是外国的债权人很可能就不能够保本了 令常念说 恒大的债务问题 其实2012年就浮现 当时对冲基金香源研究公司创办人安德鲁·莱福特就曾警告过 恒大有隐藏在账策之外的债务也有流动性风险 当年恒大的债务规模拒报债只有120亿美元 但当时这样的警讯竟被当作散播假消息处置 莱福特因此被禁止在香港市场交易五年 令常念说中国政府早该进入恒大 强迫其减债或者令银行减少融资 但却迟到去年才开始寄出三条红线 他说这或许和恒大创办人许家印雄厚的政商人脉关系有关 令常念告诉美国之音 红色资本家的特色都是靠关系借钱 许家印是一个典型的红色资本家 1996年在广州超盘买卖楼盘的许家印离职创业 创办恒大 他推出的第一个建案以亏本价销售 在两小时内被抢购一空 因此一战成名 三年后恒大跃升为广州前十大的地产开发商 2006年进军全国市场规模越做越大 目前总部搬到深圳的恒大 在全中国200多个城市开发达上千个住宅和商业楼盘项目 其他印靠着政商人脉不断以举债的方式来扩大规模 甚至进军其他产业 例如瓶装水 足球队 电动汽车投资和主题公园等 其举债营运的模式 让恒大的年营收逐渐做大到超过300亿人民币的规模 但也一度被外媒形容是中共养大的债务怪兽 现在恒大这个债务怪兽受到去杠杆化政策的影响 不易举债 也因此将面临破产的命运 另常念说 许家印搞地产核心业务外的无序扩张太不负责任 不过他也说 恒大破产不是什么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大危机 因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才是更大的危机 另常念引述彭博社的统计数据指出 其实现在最大的危机是地方债 地方债是45万亿元 这个才是真正的危机 这个房地产不算是什么 因为房地产有一个好处 但是有资产 你可以拿资产来替债 但地方政府什么都没有的 他说恒大倒下后 中国应该还有一些高负债的地产公司 可能也会面临破产的命运 除非这些公司能够及时卖出手边的楼房存量 并且不再大举融资 根据媒体转载中美时代周报的统计 今年初到9月5号 中国已经有274家的房地产公司发布破产文书 相当于平均一天一家宣告破产 针对恒大债务所可能引发的危机 前华尔街日报金融记者 中国债务长城一书的作者 丁尼·麦克马虹 周三9月22号晚上在一场视讯研讨会上表示 他认为恒大危机的导火线的确是三条红线 但恒大债务违约应不至于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因为中国银行对地产公司的借贷其实非常保守 也都属于有资产抵债的信贷 平均贷款程数都只贷六七成左右 也就是说如果变成预期放款 银行就可以变卖恒大所抵押的资产 就可以回收大多数的资本 除非恒大进入法定的破产重整程序 银行就可能有18到24个月的时间 都不能禁止处理抵押资产 这就会对银行的资金水位带来压力 因此麦克马虹比较倾向认为 中国不会出手救恒大 他说恒大不是一个值得救的私契 不过他也说 中国在这一类问题企业处置上的最高指导原则 一向是金融稳定 因此中国会确保恒大危机 不会影响到中国的金融市场 麦克马虹还说 如果恒大大量抛售其楼房 导致房价下跌 也将拖累到其他地产公司的价格竞争力和营收 而恒大破产或留下烂尾楼 则会严重冲击到消费者 未来买预售房的心态 麦克马虹说 他认为恒大债务违约的真正风险 是改变中国消费者的心态 他们可能会很警觉 不想再遇到和恒大一样的建商 或甚至不愿意再买预售屋 如此一来 建商原本可能从预售案中取得的资金 就会受到影响 虽然市场普遍与经营不善 和过度举债扩张 来形容恒大的失败 不过一位因议题敏感 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大学 经济系教授告诉美国之音 他认为恒大走到今天的地步 是许家印刻意掏空恒大资产的结果 也就是说许家印已经把负债留在中国国内 并成功将资产渐渐转移到了海外 他说中国不是要救恒大 而是要救银行 以免金融体系出了问题 或对中国经济带来崩盘的恶果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是被恒大留下的债务给绑架了 恒大的债务将转嫁给全体纳税人了 这位学者说许家印搬钱的手法 包括成立离岸的家族信托公司 以转移资产 在境外购置资产 或透过股东分红套现等 根据媒体转述凤凰网的报道 作为恒大持股七成的股东 许家印和其家族每年拿到高额的股东分红 据统计 自2011年迄今 他已经套现将近500亿元人民币 该学者认为 2015年港商李嘉诚撤出中国市场 给包括许家印在内的这些中国富豪立下了个榜样 那就是人钱都必须搬到国外 才能全身额退 否则继续留在中国将会被整死 美国经济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中国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虚项 就是房地产泡沫带来的土木工程景气 房地产泡沫早晚会被刺破 但谁也没想到 引起中国房地产业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第一块骨牌 竟然是号称中国最大房企的恒大 恒大经常自诩大的不会倒 但如今它展示的却是最大的倒起的风暴最大 恒大风暴已经冲到了华尔街 又反过来进一步冲击中南海的经济规划和蓝图 2021年中国经济的多时之秋开始了 最近中国的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 突然资金链断裂开始拒付其到期的理财产品 同时甩卖债件住宅 甚至用未完工程来抵付其他公司的债务 此事已经冲击到香港股市和华尔街 成为国际财经媒体共同关注的风暴 即便如此 仍然有一些人以为恒大再大不过是沧海一宿 他垮下来不足以冲击中国那样一个庞大的经济 那么恒大风暴究竟远起何处 他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这其实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大难题 恒大的问题归根结底 就是经营上为了扩张 不断拆东墙古西墙 就像八个坛子七个盖 想靠五花八门的不断运作 让大家以为他方方面面都顾得十分周全 其实八个坛子总有一个没办法盖上 却坐着似乎真有八个盖子 把每个坛子都盖严实了 结果呢 烧鱼风雨就穿帮了 终于从一个坛子进水 变成各个坛子都岌岌可危 恒大风暴破除了中国房地产业的三个迷思 这三个民间的迷思 同在心理上支撑着中国的房市 第一个迷思是 房企大了不会倒 那现在堪称中国房企 头牌大公司陷入了困境 第二个迷思是 预售房信得过 恒大的教训告诉全国 预售房完全可能成为烂尾楼 够房户付了钱 却落得一场空 第三个迷思是 中国房价不会跌 恒大现在为了偿还债务 已经开始以房抵债 就是把债件工程打折出售 这对整个房地产市场都构成了冲击 这三个迷思的破除 一方面对全国购房户的心理构成了巨大冲击 许多想买房的人不得不慎重考虑 另一方面 恒大的打折行动会造成房价下跌的涟漪效应 让不少城市的房价开始加快下滑 中共现在对房地产企业的基本方针是保住银行 牺牲房企 恒大可能是中国房地产业即将开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第一块倒下的骨牌 如果房价下滑不止政府为了救银行势必牺牲更多的房地产企业 这种局面逐渐发酵 将令目前正陷于国内消费疲软投资收缩 工业品物价持续上涨的中国经济雪上加装 但中共鼓吹经济复苏的调子黯然失事 虽然恒大并为大到能改变全球经济走向 但恒大风暴暴露的中国经济风险却大到令全球投资圈重新评估中国经济 他们未来对中国投资肯定将变得越来越谨慎 甚至可能撤出部分投资 这样的国际经济动向势必让中国经济再受压力 因为急需向西方国家推销其债券 而募集集集资金的中国公司们可能从此失去吸引外资的魅力 而外资对进入中国日益谨慎 则让中国经济越来越没办法指望外国金融资本的光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一番话说出了很多中国买房难的民众的心声 但翻看中国房地产的数据 市场显然没有听党话跟党走 中国房地产价格这十年来可以说是涨多跌少的走势 中国政府打炒房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手从来没有松过 近期来看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 为了遏制房价上涨 地方政府甚至针对二手房制定了官方的指导价格 但三四线的城市例如湖南诸州广东惠州却传出了限制下跌的限降令 逆向调控 房价涨或跌政府都要管 长期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深媒体人王健就告诉记者 中国官方限制上涨就是为了防止下跌 最重要的逻辑就是稳定要高于一切 中国政府过去五年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干预市场 他干预的目的只有一条 希望房地产市场不要活起来也不要跌下去 那他有什么后果 他的后果就是他最后 他最后没有办法控制不住就崩溃了 王健还指出另一方面官方又掌握了最重要的稀缺资源 也就是土地 地方政府多年来靠着土地财政过日子过惯了 房地产价格不涨官员难过 但等到下跌 包括了金融行业在内都要跟着倒霉 这种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发展 现在是并证一个接着一个显现 美国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 就以引证止渴来形容中国官方的应对 我说现在的这种现长令和现降令 其实都是一些就是中国对权力的崇拜的这些官员们 他们叫胡乱作为 作为中国房地产开发的龙头之一 在香港上市的恒大集团信用评级已经遭大三大国际机构下调 彭博社更报道 恒大有超过3000亿美元的负债 已经成为中国当前最大的金融隐忧 恒大违约风险的爆发似乎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王健就说恒大只是多米诺骨牌之一 他预期中国政府也不会出手相救 而中国经济才要开始面对许多卫报弹 但这些卫报弹是谁埋下的 王健就直言 中国政府是中国经济风险的核心和最主要的来源 中国媒体时代周报日前就报道 截至今年的9月5号 至少已经有274家的房地产公司宣布破产 平均每天一家 开发商破产 银行借出去的钱就成了呆账 后续的连锁效应 中国政府当然担忧 李恒青就说 如果政府不救的话 他要倒闭的话 会连锁的几十万亿的资产 会跟他连锁在一起 突然大规模的雪崩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 你就能理解这个 为什么他们搞这个陷阱 他认为中国正在面临美国当年次贷危机的风暴 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预告着中国经济的沃尔克时刻即将到来吗 王健认为风险确实才刚刚开始 沃尔克时刻指的是前美联储主席沃尔克 在1980年代提高利率应对通货膨胀 结果导致美国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 还有债务危机 拉丁美洲的经济也陷入失落的十年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重生 华盛顿报道 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恒大集团 未来几周有一系列的债权需要对付 或将拖累今年中国的经济走势 有中国投资银行的分析人士认为 中央迟早会接管恒大资产 否则连锁性的系统性危机将难以收拾 中国经济的虚假繁荣维持已久 恒大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以下是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9月13号披露 中国有关部门正要求地方政府为恒大可能倒闭 以及未来会发生的暴风雨做好准备 恒大周三表示 与一笔境内债券的持有人进行了私下协商 以解决周四到期的2.32亿元的利息支付 周四恒大的股价在港股开盘后一度暴涨于30% 不过恒大仍然面临两笔高额债券 目前尚未公布支付计划 如果不能够在30天内补齐 可能会被宣布违约 一位知情人士向彭博社介绍 中国监管机构近期在会议上 要求恒大避免美元债刚性违约事件 中国机构给你放了美元债的话 那中国自己政府它自己会有办法去调解 其实你还不起的话 欧美机构放了你美元债的话 那该起诉起诉 该去强制执行 都不像中国政府可以控制两个 中国投资银行的从业人士 因安全原因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林宇士告诉本台 恒大这个市场它肯定会影响非常非常大 但是你不会看出来的 前一阵但是同类它会很虚的很厉害 然后钢铁行业 铸造行业 罗比较的海底产行业 因为它其实本身已经是出现这个问题 去年三方红线这个文章出来以后 然后各个地方政府它也拿不到钱 实际上这种失业潮和它这个行业的这个退潮 以及在恒大之前就已经是出现了 不过我自己觉得如果是国家不救的话 恒大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已经报考而已 为了缓冲潜在的市场动荡 中国央行周三宣布向信贷市场临时注入1200亿元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官员透露 地方政府机构和国企接到指示 如果恒大无法有序管理事务 最后一刻方可介入 主要是为了防止动荡 减轻对购房者和经济的连锁反应 地方政府引接到指令组织会计师和法律专家小组 审查恒大的财务状况 与当地的国有和民营房地产开发商谈话 准备接管并成立执法小组 监测公众的愤怒情绪和群体事件 旅美财经学者秦鹏指出 中国政府可能在做良售准备 关于恒大国有化的可能性 目前尚无定论 据亚洲市场周三严肃政府消息称 中国可能会在几天内公布方案 以国企为基础 把恒大分为三个实体 把这家民企变成国企 恒大的相关雇员人数多达380万 在280个城市拥有一千三百个房地产项目 李女士认为 恒大辐射面之广 关乎政治民生甚至政权连任 中国政府可能会借此推动国有制 周四国际信贫机构惠裕 将中国2021年的经济成长预测 从8.4%下调至8.1% 根据彭博社汇编的数据 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大企业中 不再有中国大陆企业的身影 彭讯阿里巴巴等市值缩水都跌出了榜单 李女士指出 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的信息已经显著下滑 因为在全球前十大的市值最高的企业里面 有中国的企业 那这个时候才去说明真正的是 有好的经济实体 现在这些企业都已经不存在了 一个市场化的市场里面 你的好企业都不在了 那你到一个非市场化的市场里面 出现一堆好企业 那有什么用呢 尽管包括说你的三次财富分配 包括你中国所传递出来的这个信号 欧美市场对中国市场已经 这些企业都已经失去信心了 一个金融反应如果不跟外面去接触 自个儿跟自个儿玩 能玩说什么来 雅虎财经引述高盛经济专家闪辉的研究指出 恒大事件将使中国经济成长放缓 GDP的增长率最坏可能锐减4.1%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孝山 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 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处于深渊的边缘 法国世界报在华记者勒梅特周斯 发表的文章表示 中国第二大房地产商恒大的负债高达2600亿欧元 并被勒令出售资产 但目前恒大还没有把资产卖出去 文章首先写道 当债务高的超过一定程度的时候 担心的人据说不再是负债的人 而是债权人 中国第二大房地产开发商恒大 负债近19700亿元人民币 约合2600亿欧元 它就是属于这一类了 几个月以来 投资者们一直对恒大这家曾经在很多年间 让他们做了无数美梦的私营公司的疯狂规模 感到恐惧 事情似乎正在加速 8月5号主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恒大公司的评级下调到投机性股票 据彭博社报道 债权人已经要求恒大立即偿还债务 这些债权人似乎是一些非常低调的给富人管理财富的信托公司 2019年年底也就是最近的数据被公布的这一年 这些信托公司持有在香港上市的恒大债务的40% 恒大应该在12个月内偿还大约350亿欧元的债务 恒大在8月底时不得不承认 如果无法筹集到现金 无法售出某些资产 或者是无法重启业务的话 他将难以按期偿还债务 2020年年底时 恒大的财务储备大约是他第二年必须还款的一半 然而2021年恒大开局不利 上半年他的利润下降了29% 在此之前恒大对其在金融市场上的贷款都是按期偿还的 但是对供应商和分包商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因此他的一些工地遭遇了停工 中国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 8月底下调了恒大的评级 导致了情况恶化 因为评级下调的结果是 在中国恒大的债券不能够再被用作再融资业务的抵押品 因而加剧了恒大债券价值的下跌 9月6号星期一 评级机构募集又调降了恒大及其子公司的评级 理由是在违约的情况下 恒大债权人获得赔偿的前景不佳 周二国际第三大评级机构汇域紧随其他评级机构的脚步 也给恒大降了急 自2021年年初以来 恒大股价的下跌幅度超过了75% 恒大的股价及其债券的价值因而跌到了它2015年时的水平 尤其是那些应该在2023年偿还的债券 大国世界报的文章指出 恒大于1997年在广州创立 善于利用各种金融杠杆的恒大 在中国这个城市化飞速发展 水泥变黄金的超大国家 打造了一个房产帝国 恒大在中国280个城市都有分支机构 直接从业人员20万人 养活的人估计有350万 恒大已经成为一家同时涉足矿泉水足球健康保险 数码技术太阳能电池板养足业游乐园的联合企业集团 文章还指出 恒大的创始人许家印原本是一个技术员 后来成了中国的第五大富豪 许家印在2019年决定进军电动车领域 要将恒大汽车做成中国的特斯拉 不过两年过去了 恒大还是没有推出任何一款车 这家恒大子公司的市值 因而也缩水了50% 显然恒大是无法把这家子公司卖出去的 中国手机小米也想进军电动车领域 恒大和小米的谈判显然没有成功 结果就像之前的海航万达等其他集团一样 恒大也陷入了困境 并在市场和共产党的逼迫下 不得不进行重组 当局担心庞大的财务不透明的恒大集团的破产 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因此当局在8月份要求恒大要积极地降低债务 几个月以来 当局一直在试图通过禁止开发商出售 尚未完工的房产 来整顿这个在中国经济增长中 发挥关键作用的行业 至于一些中国媒体 他们则在努力地安抚民众 腾讯于9月9号星期四 在其新闻版面上宣布 有几个关于恒大的好消息 其中包括为脱离某些业务 而正在进行的谈判 但问题是这些谈判 似乎都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矛盾的是 关注习近平主席当前向左转的 这些西方投资者 却希望习近平能够来救助 这家濒临破产的私营公司 恒大是太大而不能倒呢 还是太大而无法救呢 应该不久就会有答案的 各位听众 以上是法国世界报家要节目 本次节目由安曼婷编播 感谢收听 市场风雨 复朝财经热点 近在中国最前线 欢迎收听最澳洲电台 这里是中国最前线 我是紫钊 这期节目 我们就来聊聊 看起来马上要完的中国房地产 2021年9月5日 一只黑天鹅意外降临在天安门广场 当然这只是条会引发一些人联想的花边新闻罢了 但是一只灰犀牛倒是结结实实的来了 其实呢 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必然会发生 虽然所有人往往都心存侥幸 从2021年8月开始 中国地产一哥恒大集团的资金危机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9月初 恒大宣布自9月8日起 旗下的恒大财富多款理财产品开始停止兑付 9月10日 来自全国的投资人到位于深圳后海的恒大总部抗议 这些愤怒的投资人很多是恒大的购房客户 受到15%甚至更高的年收益率的诱惑 出于对恒大集团实力的信任投入自己的血汗钱 更有甚者 在中间不少还是他们自己的员工 受迫于公司严酷的KPI考核投入了积蓄 甚至还很多人为此配上贷款 而在整个过程中 七一还刚刚上过中共党庆管理台的许老板 还有他身边的高管们 充分学习发扬了让领导先走的共产党员精神 用普通投资者的钱提前兑付了自己投入的资金 更是引发了全社会的愤怒 其实恒大财富欠投资人的总债务虽然高达400亿 但这在整个恒大地产的债务中只是冰山一角 恒大的负债高达1.97万亿元人民币 约合3000亿美元 相当于南非的GDP 这其中三分之一是各类有息贷款 三分之二则是各类债件项目 其中包括购房人预付的房款和施工单位的工程款 实际上自从进入2021年以来 恒大集团的商业票据 相当于恒大对其供应商主要是各建筑施工单位的债务 已经不断地出现延期和纸对 建筑商拿不到钱 自然不再会为地产商卖命干下去 一贯晴天送散雨天收散的记者的银行 更是跑得比香港记者还快 从2021年春天就开始陆续传出对恒大收贷的消息 据恒大自己向散户和员工募资的产品爆雷 引发维稳事件 只能说是压垮这个巨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甚至是许老板以此来要挟政府救助自己的苦肉祭吧 而深陷债务危机困扰的并非只有恒大集团 台航老二的是千年大祭雄安新区最热情的捧场者 华夏幸福 目前负债4000亿 878亿出现了违约 账面流动资金近乎枯竭 连中国平安都为此寄提了数百亿的坏账博贝 台航第十六的荣盛地产 负债2500亿 股价腰斩 到处打折卖房 做高端地产的太和集团负债2000亿 已经出现烂尾楼 甚至连长期的销量冠军 以房屋质量奇差 而闻名的碧桂园也岌岌可危 开始像恒大一样雇佣水军 此地无垠三百两的吹嘘自己运营良好 河南地区霸主建业地产全面停工 乃至于具有上海国资背景的绿地 也开始出现停工和甩卖的迹象 至于地方上的中小房企 更是只能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 静静死去 今年全国破产房企数量 已经达到270多家 平均每天都至少有一家地产公司关门 那么这个占据中国经济总量五分之一 曾经支撑起中国人主要人生信仰的行业 又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又会把中国带往何方呢 恒大会不会成为中国的雷曼兄弟呢 首先必须说明一点 这次地产危机 基本上是民营地产企业的大危机 全国性的国资地产企业 比如招商保利万科中海 至少能成功的活下去 甚至有希望成为接盘民营地产巨头 化解金融风险的救星 而这些民营巨头的疯狂扩张和纸上富贵 则起自2015年股灾后推出的 涨价区库存和棚改货币化两大阵子 前者在地产上的表现 就是各地政府 尤其是一二线城市政府 打着所谓调控的民意 大幅度压缩土地供应 同时拉高土地的出让价格 让各地地亡平线 面粉价格高涨 面包自然也就与创新高 而与此同时 越来越严苛的限购政策 似乎只是要造成一种资源紧缺的预期 变向鼓励民众 曲线入市 至于捧改货币化 则是给那些人口流出 经济不振的三四线城市楼市 丢了一颗巨大的炸弹 国家印出来的天量资金 以所谓旧区改造新城开发的名义 涌入这些地区 本应是一滩死水的地产市场 在这些小城里发展出面积惊人的古今区 当然往往也是些鬼城 民众被制造出来的购放需求 让这些看起来开发成本很低的地方 成为民营地产巨头圈地的乐园 这里的地方政府裁员有限 极度依靠土地出让金和开发项目 带来的那些贷款过日子 大地产商也可以规避 大城市拿地的多重障碍 用低成本在这里迅速跑马圈地 实现高速扩张 那些被大城市高不可攀的房价 严苛的限购现代条件 排挤出来的需求 似乎也能在这里找到安放之底 与我的家乡 西南地区一个人口严重流出的四线地级市 居然能有四个恒大的楼盘项目 每个占地都十分可观 各省但凡有点旅游资源的地方 也往往都有一个碧桂园的巨大的新成立在那里 民营地产巨头的高速扩张 靠的是高杠杆 多拿地快速周转 拿到地就可以申请银行的开发贷 然后和银行合作完成房产预售 资金回收后再去拿下一块地 但随着他们疯狂拿地的进程 是这些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扶摇之上 80%的负债水平已经是小奥科 能欠钱的才是大爷 在这个行业体现了格外淋漓尽致 某些房企甚至开创了惊人的高周软速度 比如碧桂园就曾经要求一个项目 一天出图三月汇款 这种不科学的速度 乃是到引发了工程师库的频发 项目的建筑质量低劣 也成为热议话题 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有预测 中国各地尤其是三四线城市 快速涨出的天量高层住在 在十几二十年后 质量问题集中爆发之际 将会成为全社会的沉重负担 不过呢 在只争朝夕忙于千年大忌的习时代中国 这种十年后才会爆发的问题 Nobody cares 大家更关心的是 政府对于房地产的各类限购和现代措施 在房市火热的同时却不断加码 银行看似严格的风控 让高速扩张地产公司在开发前期阶段 不得不求助于成本更高的融资手段 各类信托私募产品 最后的资金往往兜兜转转都流进了地产 许多打着国家重点创新企业之类名号的大型国企 也利用自己拿到的廉价国家资金 投入这一有利可图的领域 甚至于自己开发类似P2P的理财平台 比如像恒大做的那样 各类收益两位数 综合成本高达20%以上的资金过桥产品层出不穷 这其中的风险可想而知 这里面的各类通道费用融资顾问费 可以说养活了北上广深几十万各类金融民工 其实我自己曾经也是其中的一员 后面还有银行开发贷 地产商向建筑商开的商业汇票 乃至这其中存了各类政府利益输送 最后都汇总集中到了购房者身上 而购房者之所以愿意作为最后的接盘韭菜 加入这场游戏 那当然也是建立在房价永远涨的预期之上 毕竟在这种预期下面对超发的货币 房贷是普通人仅有的能拿到大笔廉价资金 从而对冲通胀影响的渠道 实际上普通购房者自己作为食物链的下游 也在发展自己的金融游戏 比如鼎鼎大名的水库论坛大佬欧某 就领着自己的大群粉丝公开教大家如何报假 收入制作假的申请材料 在全国范围内贷款扫楼 乃至于今年被查处的深房里 开发出了股份制炒楼的模式等等 房地产的多年盛世带来的一个巨大利益集团 在这个即将迎来所谓全面斗争的当下 你说总加速是新一轮的矛头 可能不指向他们吗 当然了任何一个在中国有过最初段炒房经验的人都已经习惯了各种点花缭乱的调控 比如我很多深圳的朋友都有过离婚换房票的光辉历史 这不会又是一次阶段性的调控 毕竟就算是风口浪尖的恒大 也已经大到足以成为大而不能倒的地步 它的债务牵涉一百七十多家金融机构 包括许多家银行 其中还有不少是境外机构 一旦出现违约甚至会影响到外汇的稳定 它的商业汇票给建筑行业带来的冲击 会在这个农民工聚集的行业里爆出多大的维稳炸弹 各级政府机关自然心里有数 更不要说烂尾楼对普通百姓财务和心理的双重暴击 虽然恒大许老板已经转移了香港公司的法人 表明他可能已经被限制出境了 各种恒大预备破产清算的消息也每天都有新版本 但大家其实最后都对恒大被国资接盘充满了信心 不过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 最近一份报告却给了心怀期待的投资者最严厉的警告 他认为这次不一样 中国已将遏制房地产泡沫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 直接出手干预了房地产的信贷供给 却几乎没有撤回相关高压举措的回旋空间 市场应该准备好迎接比预期严重的多的经济放缓 更多贷款和债券违约以及潜在的股市动荡 他类比1970年代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采取断然措施实行货币紧缩 造成美国经济的大幅衰退 但意为20世纪最后20年美国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加速师雄财大略定于一尊 大概可能真的愿意为了实现包括减少对外国高科技产品依赖 提高出生率 缓解财富不平等等等长期目标 牺牲一部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解决出生率迅速下降和财富不平等加剧的问题 这份报告其实提示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中共当局真的有重大的结构调整目标 那么在这个目标下 轻易为某家企业接盘 也许会给市场上其他的地产上一个错误的信号 国家总会来救你的 对于高涨的房地产市场起到的降温作用仍然要打折扣 虽然国家接盘恒大之类的企业需要的无非是一些印出来的纸钱 但如果不让整个社会对地产的价值有一轮彻底的重沽 那这等于要去全面高位接盘 等于还要拿国家印出来的钱去补贴 从民间投机资金到各级地方政府 地产开发商一类的玩家 这对于强调立出一孔的当今中国政府实在是有点不划算 反正只有银行是亲儿子 只要银行系统不爆发巨额信贷危机 为了方便国家第一架接盘 地产行业的安红遍野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许多人预测救助恒大的方式会是先找国资房企 接盘再建工程 再就材料和建筑商 最后卖土地房产偿还贷款 但考虑到地产商之前 扩张和未来巨大的减值预期 许多资产从此变成坏账和销 恐怕也在所难免 与之相伴的是文革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的 空前规模财富大收割 之前放出的天量货币被几乎不得交易的地产 冻结在高位 最后以普通购房者依然要按期偿还的房贷的形式 逐渐从民间回流到政府控制银行手中 普通百姓最多有一套房子安身 却要以长期低位徘徊的收入继续负担经济扩张期积累的高额贷款 而各级地方政府最主要的财源土地出让金 未来也逐渐失去意义 地方财政不再具有自主性 彻底的中央集权终将实现 实际上这种苗头已经出现 2021年夏天 中国社会零售销售额到达惊人的低点 大量资金囤在银行放不出去 土地不断流拍 多地政府开始出现财政吃紧 配合着对互联网产业各类服务业的打压 这壮烈的收割被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共同富裕 这难免让人想起1949年之后的30年 那段时间大家共同富裕了没有 也不用我多说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子昭 我们下期再见 5华7 立阳新城 27 A1 A3 A4地块 爆破三处 现在开始早计时 5 4 3 2 1 起爆 起爆 在昆明武华区的立阳新城二旗的三幅地块 烂尾近7年 最终在上个星期五被实施爆破 不用45秒 15栋楼房中有4 4 2 轰然倒下 而剩下的一栋楼也在星期一被爆破拆除 不过为什么要突然爆破这些建筑群呢 根据内地媒体报道 这个被称为昆明城市伤痕的立阳新城二旗项目 早于2011年开始兴建 占地约340亩 不过2012年 开发商昆明西山土地房屋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则经验断链 就由云溪地产接盘 项目改名为云溪经地 不最后在2014年后全面停工 南逃烂尾命运 直到今年1月 云南红河置业有限公司 已转让底价近10亿元人民币 拿下昆明西房全部股权和债权 至于为什么不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修复重建 而是决定爆破拆除 有内地媒体引述昆明西房立阳新城项目总经理孙正表示 项目楼房的现有户型 未能满足市场需求 如最小户型只有45平方米 设计不通风 舒适度欠家等 加上项目烂尾时间过长 雨季的时候与水渗入地阶 建筑外观也出现质量缺陷 评估过后 最终以爆破的方式拆除所有烂尾项目 而立阳新城二切由原本的高楼住宅 改归为6到12层的洋房小高层 整个爆破过程吸引不少当地民众特意走到附近的山坡 从高处观看 不过爆破现场附近小区的多名业主就向媒体表示 自己的楼房受到爆破影响 强必出现裂痕 这里的话原来它只是说瓷砖 它有瓷砖开裂 但是它的主体下是没有裂的 但是那天我一进来之后 这些全部里面都是全部已经裂开了 而且这个裂缝已经基本上可以放一个拳头进去了 除了楼房外观出现裂缝 也有部分居民表示 家里的天花板脱落 门框也有裂痕 担心会影响房屋结构安全问题 总体发映的主要是一个门川的结构处的 还有些是主体墙开裂 然后主粮开裂的情况 目前负责这一次爆破的广东中人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已经在受影响的小区设立房屋受损登记点 截至周夜 已经有170多户进行登记 表示楼房出现损毁 可能住户影响的比较多吧 我们现在要登记完了之后 要有同事一样在上门 就是看看家庭的受损情况怎么样 之后然后再安排看怎么样处理 这一次有开发商以爆破方式 一次过拆除房地产 在亏名是第一次 而在中国全国也属罕见 去年4月 赖伪近20年的上海中环中心项目 也以爆破形式拆毁 爆破拆除房地产罕见 但是在中国出现烂尾楼就非新鲜市 截至今年4月 但是亏名市全市就有93个烂尾项目 亏名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程翰估计 今年大概可以化解六成烂尾楼项目 并在明年全部化解完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日瑶香港报道 中国恒大集团债务危机持续发酵 为了套现 恒大不惜放弃一家银行的控制权 外界盛传 中央政府正争取国有企业 以及有国家背景的地产开发商 收购恒大的部分资产 有经济分析认为 恒大债务分布地域广泛 中央有可能多管齐下 以下来记者高峰的报道 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恒大 目前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 恒大上星期未能向海外债权持有人 支付8350万美元的利息 星期三将有4750万美元的 到期票息需要支付 早前中国大陆针对房地产行业 设立了三条红线 分别为房企踢除预收款后的 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 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 以及现金短债比不小于一倍 大陆金融学者贺江冰表示 恒大越界的情况十分严峻 三条红线 它每一条都踩在红线上的 它就不能融资了 房地产是一个高负债的行业 如果它不能融资 还发债都不行了 那它是资金链就有问题 它必须要处理 这个不处理也是肯定不行 路透社星期二 引述多名来自中国政府和监管机构的消息人士说 中央政府不太可能直接干预恒大的危机 计划争取国企与万科、华润置地及中国金贸等 有国家背景的地产开发商 参与收购恒大的资产 贺江兵认为 恒大规模庞大 业务种类繁多 资产和债务分布的地域广泛 不排除 中央会把恒大分拆 由不同的国企 甚至民企接管重组 国企可能才有融资能力 跟政府的支持力度 也会更大一些 这两个现实的情况 央企牵头 然后民企可能会加入 它的房地产带是一块 然后它的矿间水是一块 它的金融是一块 它就是分开来解决 把它可能会拍分 就是不同的行业 不同类型的公司去接受 甚至它会 每个地方的项目不一样 它也可能找地方政府 或者是地方的国企去接受 都是有可能的 消息人士向路透社凑路 几家国企已经对恒大在广州的资产进行了审查 其中 广州城投集团 接近收购 恒大广州足球俱乐部体育场 及周边住宅项目 恒大早前也宣布 把手持的圣经银行 19.93%的股权 授予沈阳市一家国企 和共作价99.93亿元人民币 全部用作偿还圣经银行的债务 这也意味恒大失去圣经银行的控制权 今年8月恒大为了操线 也曾转让1.9%的圣经银行股份 给沈阳的国企 恒大债务危机 持续困扰香港及国际金融市场 台湾学者南台科技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所长 罗承宗认为中国中央是迫不得已 才会间接干预 中国的体制的话 政府机关跟国营企业 基本上它是一体的 像台湾以前发生这一类事情的时候的话 比如说台湾在盖高铁的时候的话 有时候也是会用其他的一些基金 或者是其他的那个政府部门的资金 或者是政府公营事业的基金去预助 他相信大陆当局是权衡轻重 才做出决定 虽然北京知道说 你去旧恒大会有一些一连串的副作用 包括说他可能有很多的账都会连环报 或者是当初有很多的地产开发投资的计划 其实基本上 那个没有好好做好商业评估 可能都是赔钱货 但是没有办法了 因为你今天一倒的时候的话 你量成的政治风暴更严重 全世界的百姓看钱这个事情都看得很重的 那假设今天你的投资 你的身家这些东西 一系蒸发掉的话 整个社会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2008年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 引发金融喊笑 市场关注恒大的危机 会否引发五牌效应 及带来系统性风险 学者罗承宗则呼吁中国当局吸取雷曼的教训 雷曼风暴吧 完了以后呢 那因为那个很多会计是在做假账 他们把相关的那个会计 工资治理的法规 把它弄得非常严密 让他以后这一类事情今天不要再发生 从法规面去着手 回到中国的例子就是说 如果说你不去强化法治体制的那些 商业透明度的那些监管的话 我觉得预言说说还是会有下一次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